我们知道心经总共有多少字 多少字 260字 260字 经文的部分只有260字 加上经题就是加上这个经的题目 总共多少字 般若般若密度心经八个字 所以加起来总共多少字 268个字 268个字 难不难 不难 为什么不难呢 因为我们都记得 我们存放在哪家银行多少钱 买股票买了多少 我有多少个儿子 这个多少个儿子呢 他们在哪里工作 他们的生日是哪一天 我的朋友是什么 我的电话是什么 我们都可以记得一清二楚 所以268个字 难不难 不难 想要记得难不难 不难 不要可视 想要把268个字记起来 其实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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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就先来背诵看看 请大家合掌 请大家合掌好不好 合掌 我们用念的好了 用念的好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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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难以苦恶 摄立子 摄不亦空 空不亦摄 摄即是空 空即是摄 摄想行事 亦复如是 摄立子 是诸法空向 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 不增不解 四顾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事 无眼耳鼻舍身意 无色声香味处罚 无眼界乃至无异世界 无无明亦无无明尽 乃至无老死 亦无老死尽 无苦即灭道 无智亦无德 亦无所得故 菩提萨多 亦般若般若密多故 心无挂爱 无挂爱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 三世诸佛 依般若般若密多故 这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故知般若般若密多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能处一切苦 真实不虚 故说 般若般若密多咒 集收咒约 皆地皆地 般若皆地 般若生皆地 菩提萨般若 佛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佛 就是智者 还有觉者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这个佛就是一个智 还有一个觉 因此呢 学佛啊 一定要有这个智慧 一定要有这个智慧 佛教绝对不是民心的宗教 绝对不是叫我们去盲从 去盲信 去依赖某一个外面的力量 以为外面的力量就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它一定是智慧的 我们如果学佛而不开智慧 不注重智慧 那我们就是民心 科学越发达 其他的宗教越站不住脚 唯一能够站得住脚的只有佛教 为什么佛教能够站得住脚 佛教能够在科学这么昌明 科技这么发达 人类的知识这么丰富的情况之下 受到越来越多的世界 人类来尊重 那是因为它是不变的真理 因为它是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理 是真理的话就不会改变 就不会因为是时间而改变 因为空间而改变 因为这个对象而改变 它是不变的一个真理 那怎么晓得它是不变的真理 因为它这个真理 不是想象出来的 不是我们幻想 我们思考推理出来的 而是说佛陀他自己实际去实验 实际去证悟 今生的这种经验体会出来的 他实际做了一个体验 做了实验 因此我们学匪最重要的 就是自己要去体验 不要人云亦云 一定自己去试试看 试试看佛所说的话 是对呢还是错 佛所说的话是值得我们信赖吗 如果值得我们信赖 他是对的 我们才实行踏底的跟着他做 他是一种智慧 智它包括佛教来讲 智包括三种智慧 第一个智慧就是一切智 第二个智慧就是道种智 很多菩萨都知道 第三种智慧就是一切道种智 这是智慧的意思 一切智 一切智 这是一切 一切智是在说明一切现象 一切事物的智慧 一切现象一切智慧的真理是什么 请问这个东西会不会变 会不会坏掉 会 所以我们知道 会变 会坏掉 这个就是真理 我们就要知道 它会变 会坏 请问这个笔会不会变 会不会坏 会 这个桌子会不会坏 会 我们这个房子会不会坏 会 我们人会不会坏 会 我们的想法会不会变 会 令我们的想法 那个抽象 没有形象的那个思想意思 都会变化 因此我们知道了 一切事物的共同真理就是会变化 因为会变化 我们就找不到一个恒场的主体 就找不到一个不变的我 这个就是一切智 一切智的意思就是一切事物 共同真理了解它的智慧 因此 请问诸位朋友 一切智是什么 无常 是不是 是无我 是不是 是有压迫感受 是苦 是不是 如果推展到这个大圣佛教来讲 指的就是空 是不是 这是空性智慧 一切智 大家记住了 好 第二种智慧 叫做道种智 一切智 是阿罗汉所证得的智慧 阿罗汉 阿罗汉所证得的智慧 他可以让我们解脱这个烦恼 第二种智慧就是道种智 道种智是菩萨的智慧 就是大圣佛法里面的菩萨道 你想要修菩萨道 就必须要有道种智 道种智它包括两种 一个是道的智慧 第二个是种的智慧 知道了 道的智慧是什么 就是佛道的智慧 佛法的智慧 你要了解佛法 你想要行菩萨道 想要帮助其他众生 第一个 你首先必须要懂 要懂佛法 这个就是道智 种智 就是种子 种子大家知道了 那个种子 芒果有芒果的种子 榴莲有榴莲的种子 豆有豆的种子 种子知道 这是种子 我们是不是种子 对 我们都是成佛的种子 各位朋友 我们都是成佛的种子 如果没有我们 就不可能有佛 那因为我们是种子 我们有佛的种子 因此我们只要修行 只要努力就可以成佛 是不是 请问诸位 如果我们没有佛的种子 能不能成佛 不能成佛 不能成佛 你芒果的种子 它没有榴莲的种子 它没有榴莲的因子 因此它不能够生出榴莲 为什么我们众生结合成佛 那是因为我们众生有佛的种子 有佛的种子 也就是说我们众生的根基 我们众生本身就是成佛的种子 还有我们众生有什么的根基 根基有大有小 有的人喜欢打坐 有人喜欢练佛 有人喜欢地藏法门 有人喜欢观音法门 不一样的 有人喜欢阿弥陀佛的法门 有人喜欢修识念处 有人喜欢研究教理 研究经典 每一个人的种子不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的根基不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的习性不一样 你要做菩萨 你要帮助众生 就要了解众生的习性根基 这个就是种子 所以简单一句话 种子是什么 就是知道一切众生都是成佛的种子 我们只要把这个成佛的种子 好好的栽培 放在土壤里面 加上水分 加上肥料 日光 好好的照顾它 它以后就会成长 就会成长 发芽 成长 开花 结果将来就是成佛辣 是不是这样 这个就是种 种 你就是要去豪解众生 我现在要帮助你 我一定要晓得你的根基 你喜欢什么呢 你如果不喜欢打坐 我一天叫你禅修 没有用的 你一定痛苦不堪 你如果是喜欢练佛 我就叫你练佛就好了 所以佛的法门 为什么那么多 因为我们众生的习气都不一样 你有你的喜好 他有他的喜好 有的人智慧比较高 有的人智慧比较差一点 佛看起来都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都是佛的种子 诸位是不是佛的种子 是不是 诸位能不能成佛 可以 当然可以成佛 一定要有这种信心 大家都是佛的种子 要不客气 诸位是佛的种子 将来都可以成佛 所以要怎么让他成佛 是不是要好好照顾这个种子 好好要栽培这个种子 要好好照顾它 好好一步一步 好好修行 这样子就成佛了 所以成佛难不难 不难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是佛的种子 是不是佛的种子 你是不是佛的种子 都是啊 都是 我们要肯定我们都有佛性 我们都是佛的种子 这样子我们就快乐了 我这里啊 啪 这个是什么 美金 多少钱 一百块 一百块好不好用 好用 好用 你们要不要 要 所以你们都要这个一百块 大家都要吧 啪 这样子你能不能用 你去拿去买东西能不能用 我这样子这样子把它那成一团 你要不要 还是要啊 因为这一百块还可以用 是不是 这一百块能不能用 能啊 我就要踩下去了 在我的脚底下 这一百块你要不要 要不要 还是要 为什么要 还是有价值 还是可以用 可以用吗 这样子可以用 可不可以用 可以 现在 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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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咔 这样子把它撕掉 可不可以用 我只要把它粘上 没有缺角还可以用 大家知道了 所以这个 我把它丢到马桶里面 你会不会捡起来 会啊 因为是一百块美金 很大 我现在这一张啊 如果是一亿一亿的美金 我把它丢到厕所里面 请问你们会不会捡起来 会不会 会啊 厕所啊 那个有 对不起 有小便 有大便 你把它丢进去 你会不会要它 还是会 因为它太有价值了 价值太高了 你虽然把它丢到这个马桶粪便里面 有没有减低它的价值 没有 我们还是会拿起来把它擦干净 把它洗干净 还是可以用的 诸位啊 佛 有没有价值 佛是一百块吗 不止 一千块美金 佛是无价之宝耶 我们那个有价值宝我们都会要它 无价值宝大家会不会想要它 会 这个无价值宝虽然被我捏成一团 它是不是价值还是仍然存在 我把它在地上踩 它是不是仍然存在 虽然这个无价值宝被人家践踏 或者甚至丢到马桶里面去 有没有减损它的价值 没有 我们都要要它 诸位朋友 大家要肯定 要肯定 佛法是无价值宝 而且无价值宝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众生 都是有的 有没有佛性 有 众生皆有佛性 众生皆有佛性 虽然它是人 它的佛性的价值 有没有减少 有没有减少 没有 虽然它是畜生 请问 畜生的佛性 有没有减少它的价值 它有没有减少 虽然好像我刚刚讲 把它揉成一团 有没有减少它的价值 没有 好 我们现在再看 即使它是恶鬼 即使它是地狱的众生 这个我们批语 它是被丢到马桶里面 那么苦的东西 有没有减少它佛性的价值 没有 都没有 我们就要肯定这一点 无价值宝 到哪里去都是无价的 都是无价的 我们都不会放弃 我们的无价值宝的 世间的有价值宝 我们都会减出来 像诸位你的耳环 戒指 你丢到地上去 虽然有灰尘 把它弄脏了 你还是会剪起来 因为它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它会把它擦干净 仍然戴上去 佛法就是这么好 佛性就是这么好 我们都是成佛的种子 我们都是成佛的种子 要当菩萨 就要肯定一切的众生都是佛 都是未来佛 佛性都具足 我们就要晓得 我们这些众生都有佛的种子 虽然它是在痛苦之中 它是在无名之中 它是在很坏 是畜生 是地狱 它是这个很糟糕的人 很糟糕的动物 但是呢 我们都要像捡起这个珠宝一样 把它捡起来 把它擦干净 把它这个好好的整理 让它的本来面目给显发出来 就是当菩萨 菩萨所得到的智慧就是 道种智 好 请问道的智慧是什么 就是知道佛法 你知道佛法就是了解 上求佛道的那个智慧 种智是什么 是不是了解众生的根器 了解众生的种子 是说众生 你如果是芒果的种子 你是这个榴莲的种子 你是哈密瓜的种子 你就了解 了解 了解这个种子 种哈密瓜 跟种榴莲的方法一样不一样 你种这种菜 跟种那种菜 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所需要的条件也不一样的 因此佛呢 才根据 这不同的种子 给予不同的方法 培养的方法 种子的方法 将来他们都能够开发结果 那开发结果在佛的 这种果位里面呢 有的人就是 他的种子呢 只是 下一辈子 希望再当一个人 因此佛啊 他就有开示 让你承认的方法 有一种人很喜欢到天堂去 到天道去 因此佛也开示了 到天堂去的方法 你想到天堂吗 我就给你到天堂去的方法 你死后就可以到天堂 有的人呢 喜欢正入极境内盘 想要解脱这个生死轮回 因此佛就给予 成阿罗汉的方法 有的人呢 认为呢 我要究竟成佛 我要做一个很圆满 很圆满的佛 因此佛啊 他就开示了 成佛的方法 成佛方法 佛所开示的方法 就有层次的不同 为什么有层次的不同 因为种子不一样啊 请问诸位 你们都是佛的种子的人 请举手 你看突然举手了 请问诸位 你们都是佛的种子 你们想成佛的人 请举手 哦 对啦 所以大家要来读心经 大家要来读心经 如果你们不是佛的种子 师父啊 不会命令我来介绍心经 如果你们不想 让成佛的种子发芽 长大成佛的话 师父也不会命令我来 介绍心经 如果我们众生 都没有成佛的愿望 佛根本不会讲心经 不会讲心经 这样子我们就知道了 心经啊 确实可以让我们成佛 当然 成佛的方法不只是心经 不只是心经的修持法门 其他的很多的大僧法门 都可以让我们 不过在这些大僧法门里面 最简单 最恶要 被所有的大僧佛教徒 找课 往课 时时刻刻 都在背诵的 就是只有心经这一步 你走到中国 走到韩国 走到日本 走到越南 甚至走到西藏 只要是大僧佛教的国家 一定都要背诵心经 心经 它把所有佛法 通通涵盖在里面 它把成佛的方法 用最简洁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大家要知道 我们呢 都有那个无价之宝的复兴 不管我们现在是多么样的痛苦 多么样的不如意 多么样的没有智慧 多么样的烦恼多 没有关系 我们那个无价之宝的种子 到哪里去都不会缺少它的价值 好像你这一百块的美金 你放到哪里去都不会减损它的价值 我们都会要它 这个就是道种智 了解这个众生的根气 了解佛法是什么 有了这种智慧 才能够度众生 才能够帮助众生来成佛 同时也让自己成佛 这是第二种智慧 第三种智慧 就是一切道种智 一切道种智就是 将一切智跟道种智给圆满 给圆满 所谓圆满呢 就是说 没有任何的分别性 你能够做到这种 任运自在的不二境界 任运自在 任运自在呢 就是你在任何的情况之下 都可以充分发挥你的能量 发挥你的能力 你不会有任何的拘束 你不会有任何的痛苦 那就是任运自在 一切种智就是一切道种智 就是一切智跟道种智把它圆融了 做到最圆满最好的那个境界 就是一切道种智 有了智慧 所以就可以让我们解脱这个所知障 所知就是我们所了解的对象 破除我们所了解对象的认识的那种障碍 因为智慧你都有了 这个一切现象事物的共同真理 不变的真理就是无常 就是苦就是无我就是空性 好 这是一切智 道种智呢 了解佛法是什么回事 了解众生的袭击是什么回事 了解我们一切众生就有佛性 我们一切众生都是佛的种子 但佛的种子你如果把它丢到水泥地 它会不会发芽 会不会长大 会不会开花结果 会不会 不会 佛的种子你把它丢到柏油路上 也不会 你丢到那个沙漠里面 没有水的地方也不能够 我们虽然有佛的种子 你如果不把它放在适当的地方 给予适当的照顾 我们佛的种子就没有办法 发芽成长开花结果 因此不要说没有关系 我有佛的种子 我也有佛性 所以我不必修行 这样子你能不能成佛 不能的 因为你是把你佛的种子放在水泥地上 放在石头上 你根本不能够发芽 成长开花结果 你要好好照顾它 好好照顾它 就是跟随着师父们来学习 来修行 努力的做 就是好好照顾 你就会成佛 一切道种智 这样子就是把一切智 道种智 给圆容 圆满 你就完全知道 事件像是什么 就是智慧 而知道有 事件像是什么 我们就破除了 所智障 那个觉呢 觉呢 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就是自觉 第二个 这是觉它 第三个呢 这是圆满 觉醒圆满 这三个 自觉 就是自己要觉悟 你要觉悟别人之前 先自己觉悟 觉悟最简单的一个批语啊 就是要醒过来 醒过来 来 诸位朋友 请问 昨天晚上有做梦的人 请举手 你有做梦 你做了什么梦 这会世界 你做了什么梦 醒来就忘了 昨天晚上没有做梦的人 请举手 肯定吗 你们肯定没有做梦吗 肯定 肯定 你们都错误啊 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 做梦啊 每一个人睡觉都会做梦 除非你是成佛啦 成佛了你就不做梦啊 否则我们都在做梦 我们都在做人生的大梦 做梦啊 好啦 也许你昨天晚上做梦忘记了 你们曾经做过梦啊 曾经做过梦啊 请问你们做梦的时候 时间过得快不快 时间过得很快啊 你们做梦的时候 空间跳的快不快 会不会一下子 梦到你小时候的家 会不会 一下子呢 梦到美国 一下子梦到香港 台湾会不会 会 梦跳过来跳过去 跳过来跳过去啊 有没有梦过啊 被这个 狗啊追到的 有 有 那时候你会被蛙叫 会被蛙叫 会 有没有梦到这个蛇的人 有没有 有 怕不怕 怕 你们都会蛙叫 可是 你醒过来的时候 你会想 啊 我刚所做的梦啊 是真的还是假的 假的 存在不存在 不存在 你做梦的时候 蛇存在不存在 你做梦的时候 你在 大喊大叫 你在哭 你在 这个 痛苦 都是存在 你如果做梦啊 梦到哇 你在吃那个 很好吃的东西 你会不会笑 会笑 等到你醒过来啊 你会怎么讲 我 有没有问题啊 刚刚为什么在笑 你 你旁边的人会说 你刚刚为什么在笑 你为什么在哭 是不是这样 学佛 修行就是让我们醒过来 醒过来 就发现说 我们做梦的那一切呢 都是假的 我们所做梦的一切 通通是没有用的 你做梦的时候 梦到你在吃饭 你肚子会不会饱 会不会饱 会不会饱 不会饱 不会饱真的 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 只有你醒过来 去拿东西来吃 你才会饱 是不是 当我们在做梦的时候 所做的一切 都无效 有没有效 都没有效 有没有用 都没有用 我们在做梦的时候 所做的一切 通通是没有用的 都没有用的 这代表什么 我们现在如果还在做梦 还没有成佛 我们在做梦的时候 我们所做梦的这一切呢 有没有用 通通没有用 你一定要醒过来 想师父面 想这些智慧者 他醒过来 他所做的才有用 不然都在做梦 梦中的一切 通通是假的 通通是假的 都毫无意义的 你在那边哭 在那边笑 通通没有用 你在那边吃饭 通通没有用 你即使在梦中 梦到变家 杀掉 会不会死 没有死 梦里面死掉了 可是醒过来以后 有没有死 都没有死 他都没有用 梦中一切都没有用 所以诸位朋友 赶快赶快 赶快什么 心经最后面一个 集所奏曰 接地接地 波罗接地 波罗生接地 菩提萨不合 什么叫接地接地 接地接地什么意思 赶快赶快 去吧去吧 赶快赶快 这意思是说 赶快赶快醒过来 不要再做梦了 不要再梦了 梦里面都是假的 接地接地 就赶快啊 赶快啊 赶快去吧 赶快醒过来吧 波罗接地 就赶快到那一彼岸 到觉悟的彼岸 成佛的彼岸 波罗生接地 喔 波罗生接地说 哈 我们赶快去吧 我们赶快去吧 大家一起去吧 大家一起去吧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去 我自己一个人去的话 有点寂寞 不怕 所以大家要赶快去 那就是波罗生接地 接地接地 波罗接地 波罗生接地 菩提萨不合 菩提就是觉悟 就是智慧 只有这种菩提觉悟醒过来 才能够圆满 才是真实的 学佛第一个叫自觉 醒过来 醒过来是什么 我跟过去的 我是不一样的啦 我学佛以后 我跟过去的 我是不一样的 学佛修行以后的我要有智慧 学佛以后的我要有慈悲 我要醒过来 我再不要再被过去的习气喘 我不要被过去的烦恼所伤害 我完全 完全醒过来 跟过去是两样的人 是不一样的人 我是一个觉醒的人 自觉啦 自己要觉悟过来 自觉过来 而觉悟过来以后 我烦恼就没有了 你在做梦里面会怕老虎 怕蛇怕什么 当你醒过来有时候 发现你做梦的一切通通是假的 所以你会不会有烦恼 不会有烦恼呢 当你觉悟啦 你醒过来你就不会有烦恼啦 你醒过来所做的一切就是真的 你没有智慧所做的一切都是假的 我们很多的善心人士 如果没有智慧所做的一切都是假的 即使你行不失也是假的 你持戒也是假的 所以为什么六度菩萨六波罗蜜里面 以智慧为导 就是以智慧为指导 你没有智慧所做的 不失持戒忍入精进禅定 那个通通是假的 通通是做歪了 一定要智慧 那开智慧的最好的 最简单的一部经典就是心经 就是心经 让我们自觉最简单 最恶要的一部经典就是心经 可见得它的重要性 自觉醒过来了 醒过来了 我过去都是在做梦 我过去所做的一切都是无效 现在我要追求那个有效的 醒觉的生活 第二个觉就是觉它 我醒过来了 我醒过来了 如果说是我们一家的人 只有我醒过来 比如说我们一家有十个人 只有我醒过来 我所说的话 其他九个人会不会认为 我所说的话是对的 他们会觉得奇怪 你为什么会说那种话 我们说一切皆空 这个射之空 空之一射 其他人呢 他不了解 他就会跟我们变 他就不能够一起 跟我们一同修行 来开展智慧 那我们就要觉他 我们要起大悲心 来觉悟他们 让他们醒过来 因为我们回想过去 还在做梦的时候 是多么样的痛苦 是多么样的无奈 是多么样的迷惘 现在呢 自己醒过来 哎呀多快乐 早上我们上课之前 我们这位大菩萨跟我谈了 大约一个多小时 他好快乐 为什么 因为他说他在佛法里面 哇真好 在佛法里面 那种快乐 绝对是跟外面的快乐不一样的 那是发自内心 那一种不必任何代价 随时随地 都可以得到的快乐 我们从台湾来的 这个最年轻的朋友 茵茵 请站起来 让大家见识一下 我们最年轻的朋友 从台湾来的 才只有18岁 对啊 可是他老早已经觉悟了 他老早已经告诉我说 老师 我要跟你学习 我将来的人生是 弘法立生 我人生唯一的志向 人生唯一的志向 就是弘法立生 我不做其他的想 他的才法很多 非常的伶俐 非常聪明 做其他的事情都做得很好 可是 他已经觉悟了 他已经锁定他要觉他的事业 要弘法立生 这么小的小孩子 这么小的小孩子 有多少人能够自己觉悟醒过来呢 能够自己知道自己的人生方向呢 他在今年在台湾考大学 他只有一个志愿 一个志愿 因为他要跟郑老师学习 因为郑老师是学外文系的 所以他也要学外文系 因为郑老师 郑老师在台北 他说 我要天天听老师的课 因此呢 我只有台北的学校 我才要读 其他的学校呢 我都不愿意读 你看看 他人生目标 那么样的确定 那么的确定 弘法立生 弘法立生 有没有让自己明立双收 没有 完全都是在立他 完全都是在觉他 都是在觉他 所以诸位菩萨 诸位菩萨 我们早一点醒过来 醒过来以后 更要发愿 觉他 你只有觉他 你这个人生才有价值 你自己过得很好 自己很了不起 自己已经觉悟 没有用的 你的人生的光 没有发挥出来 你的热 没有发挥出来 我现在活着一分钟 还活着一秒钟 我就要工作 我就要利他 我就要弘法立生 帮助一生的重生 这是觉他 觉醒圆满呢 就是你整个 你所应该做的 这种觉他的工作 你都已经做好了 你没有一事一好 是为了自己 没有一分一秒 是浪费在 无畏的事情之上 自觉 觉他 觉醒圆满 自觉就是阿罗汉 自觉重要不重要 重要 你自己不觉悟的话 你不可能 知道怎么觉悟别人 自觉的人 就是阿罗汉 觉他的人就是菩萨 我醒菩萨道 就是觉他 觉醒圆满就是佛 因为他已经做得圆满了 如果能够 这样子 自觉觉他觉醒圆满的话 我们这个觉悟 就可以破烦恼障 这烦恼障 就破出来 你看我们的烦恼多不多 很多 想这个想那个 想这个想那个 烦恼多不多 大菩萨 你有没有烦恼 有没有烦恼 他的烦恼很多 早上才被我骂了一个小时 哦 你鼓掌 你鼓掌 他被我骂一个小时 那你要不要被我骂一个小时 好 你找个机会来我骂你一个小时 我们这个大菩萨他非常好 他已经觉悟 已经觉悟 可是烦恼很多 他烦恼很多 烦恼什么呢 烦恼我要不要继续念书 我要留在印尼呢 还是我要到台湾去呢 烦恼我这个要不要结婚呢 烦恼我如果没有结婚 我老了怎么办呢 所以来照顾我了 这样子的烦恼 这些都是没有智慧的人 都是没有智慧的人 所以就骂了他一个小时 骂他说 你现在啊 年纪已经不小了 为什么还不赶快 这个决定你自己要走的路 要决心 要有恒心 而且今天就要做 当下就要做 不要想那么多 你想了那么多年了 都没有采取行动 有什么用 通通是梦想 通通是在做梦 你我又醒过来 好好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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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可以这个成功 所以被我骂了一个小时以后 他就烦恼葬救命 因为他再也不会迟疑说 他这辈子会担心什么 会担心老了 没有人照顾 会担心说 我到底要在台湾 要在这个印尼 我跟他讲 你如果想要发挥 你的这种弘法立生 的这种功能的话 你在印尼最好 因为在台湾 不缺少你这个人 因为在台湾 能够弘法立生的人 比你多的是 所以你在台湾 你根本发挥不了 但是在印尼呢 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你固然没有那种能力 对大人 得弘法立生 但对小孩子 绝对有能力 所以你去教小孩子 那绝对是绰绰有余 可以教得很好 你就要绝不过来 你就要把这个烦恼 给去除掉 什么 你就要发一个愿 发一个愿 我要帮助小孩子 我要替小孩子上课 要替小孩子上课 自己就要准备了 自己要准备 自己就要学习 自己要成长了 自己什么的烦恼就没有了 不会说下拉斑 对着墙壁 傻眼 不会对着墙壁 想自己要干什么 不会 因为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因为要教小孩子 因为要教其他的人 佛法上面就要精进 这个就是佛的定义 所以大家知道佛的定义 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是一个觉醒的人 智慧呢 一切知到种知 一切到种知 觉呢 自觉 觉他觉醒圆满 谈到佛以后 继续 我们来谈这个法 这个法 就是佛所说的真理 佛所说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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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他可以包括两部分 第一个呢 是在讲真理的部分 真理的法则 第二个部分 在讲生活 真理是理想 生活是现实面 这是现实的 我们每天都要生活 佛就告诉我们 你要怎么样生活 你要怎么样子过日子 你要怎么过日子呢 才没有烦恼 才没有痛苦 他教我们这一个 那另外一个说 除了好好过日子 好好过生活以外呢 这是不够的 因为生活是有限的 诸位 你们能够活到八十岁吗 可不可以 能够活到 也许可以活到八十岁 能够活到一百岁吗 不一定 很多人摇头了 能够活到五百岁吗 不能了 因此我们的生命 我们生活 再多 再丰富 生命再长 都是有限的 生活是有限的 我们作为一个有理想的人 我们能够万物之灵的人 我们不希望在有限的 空间时间里面被束缚 因此我们大家都在追求无限 生活是无限 真理是无限 这无限就是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 时间没有限制 空间没有限制 佛不被时间所束缚 佛不被空间所束缚 佛所说的法 不会被时间 不会被空间所束缚 虽然佛是在2500多年前 出现在这个印度 可是他所说的话 今天还可以适用 科学越发达 其他宗教纷纷跌倒 只有佛法 越来越显示他的伟大 因为他是不变的一个真理 那为什么是不变呢 我们在心经里面 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其他的佛书里面 就可以看得到 以后我们就慢慢谈 佛啊超越了空间 也就是说佛所说的话 是指在印度有效吗 在台湾有没有效 在印度有没有效 印尼有没有效 有 到哪一个地方都有效 他突破了这个时间 突破了空间 我们成佛以后啊 我们就超越了时间 超越了空间 所以佛啊 他实在是很伟大的人 一方面告诉我们说 你要实际一点 好好过日子 好好过一个快乐 光明 没有烦恼的日子 另外一方面说 我们不要以此为满足 我们要挣脱 这个有限的时间空间 我们呢 要成佛 我们呢 要无限 成佛就是无限的啦 那知道咯 这个有限的生活呢 就是所谓的戒律啊 所谓这个真理呢 就是我们所说 在讲经的部分 好 那这样子就有了 经跟律啦 大家注意哦 佛所说的话里面呢 有关于有限生活的 那就是戒律 那戒律呢 有在家人戒律 有出家人戒律 有五戒 八观灾戒 十戒 撒命戒 撒命令戒 比丘戒 比丘灵戒 菩萨戒 种种戒律 这是告诉我们怎么生活 好像开车子 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这是交通规则 那有关于这个真理的部分 就是在讲经 你看这些经典呢 都是告诉我们 这个经典 经典 经典 真理 人生宇宙的真理 人生宇宙的真理 心经 它是水经的部分 所以 它是在告诉我们 有关于真理的部分 有关于真理 有关于我们真理的部分 就可以让我们呢 解脱这个有限的生命 发展这个无限的 这种生命 我们的生命 就无限的 发展出来 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无限的人 是 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 能够超越时间空间 也就是不会死的人 我们会超越说 我想在印尼 就在印尼 想在美国 在火星 在地球 在月亮 想到哪里去 就可以到哪里去 对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这个就是佛所告诉我们的 我们要完全的觉醒过来 完全的有智慧出来 好 这个是佛所说的 经跟这个律 但佛所说的经跟律 他入面以后 也就是他过世以后 后大人 有的时候不了解他 因此呢 就有一些后知后觉者 我们说有先知先觉 就是佛 有些人是后知后觉 这是后来学习以后 就可以知道的 后知后觉 后知后觉的人 他研究佛法 修持佛法 感觉到佛所说的 有关于生活方面 有关于真理的体悟方面 有一些人不了解 所以就把它解释出来 就把它说明出来 因此呢 就产生了第三种 那个论 论有一部分 是在解释经的 有一部分呢 是在解释律的 论就是注解 说明 在说明佛所说 有关于生活 要怎么生活的 那就是在解释律的部分 如果说 在解释人生宇宙真理的部分 那就是 有关于经的注解 那三藏 大家知道了 三藏是什么 三藏是什么 经 律 论 经律 论 我们汉文的 排列是经律论 如果是南传佛教的话 那就是律 经 论 总之就是三藏 所以佛法的内容 佛法内容 那佛法的内容 它这么样的广泛 我们穷一辈子之力 都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它 但 我们不要泄气 只要掌握药灵 那其中最简单的药药要的 就是心经 心经 确实简单药药 为什么说 心经包含了佛所说的一切教法呢 一切教法 那这样子我们就要 对佛所说的教法 如果就内容来讲 就修行的次第来讲 就因为众生根据不同 我所说的法来讲呢 我们可以这么分类 Tupitaka OK Abitama 好 我们现在呢 就佛所说的这个内容 就是修行次第来讲 我们可以说有二圣之说 圣就是车辆 有二圣 第一个呢就是小圣 小圣这车子比较小 第二个就是这个大圣 就是大圣 除了小圣跟大圣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种圣就是人圣 还有呢就是天圣 人圣是什么 有一些人呢 他只想下辈子再来人间 好好享受这个人生 那佛就告诉他这个方法 天圣是什么 就是想到天堂去的人 佛就告诉他你到天堂去的方法 那这个人圣 佛最简单的教说就是五界 天圣最简单的教说呢 就是十善 或者是修禅定 到欲界天去就是修十善法 到色界天无色界天去呢 就是修禅定 那这个是佛所说的最简单的 人圣跟天圣 所以你如果下辈子还想当然 你就要修五界 你下辈子如果想到天堂去享受 你就要修十善 五界十善都是针对身口意而说 那你如果想到色界天 这个是欲界天 十善是欲界天 欲界天 欲界里面有天道 欲界里面有六道 那这个修禅定呢 就可以到色界天 还有五色界天 五色界 你如果想要解脱这个轮回 要解脱这个三界 处理三界 就必须要修这个小圣 乃至于大圣 乃至于大圣 修小圣 我们在印尼 有接触到很多的小圣的师父了 小圣可以分为两圣 一个是声闻圣 另外一种圣就是圆觉 圆觉又称为独觉 声闻 声就是声音 闻就是听 就是听就是声音 听谁的声音 听佛的声音 佛如果还在世间 佛这么说啊 你怎么做啊 怎么做啊 依照听佛的声音 所得到的教法去修的 那些人叫做声闻圣人 另外一种人呢 我们称之为独觉 就是佛他已经不存在了 已经过世入灭了 涅槃了 这个时候就要修什么 圆觉圣或者是独觉 圆觉圆就是因缘 靠着因缘的思维 来得到觉悟 独觉就是没有老师 没有佛的教导 自己努力 思维 教法 修持 因而得到觉悟的 那就是圆觉 知道了 声闻圣主要的呢 就是苦极灭道 这是圣地 大家知道 心经里面呢 有五苦极灭道 诶 佛不是真的讲了 苦极灭道了吗 为什么心经里面要讲 五苦极灭道呢 这个 以后分解 圆觉圣 指的是什么 十二因缘 讲十二因缘 十二因缘 是无明圆形形 是四缘明色 明色缘六入 六入 缘处 处缘受 受缘 爱 爱缘取 缘友 生生缘老子 佛有没有讲十二因缘 有没有讲十二因缘 有 可是心经为什么讲说是 无无明 义无无明 禁 乌无老死 义无老死 禁 哦 这样子 不是观世音菩萨 跟佛在作对吗 佛说 有这个 有这个 可是观世在菩萨说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哇 学生都不听老师的话 是不是这样子 不是啊 哦 不是这个话 那是因为 学生他在诠释老师的话 好 这个就是 心经 心经 是在颠倒我们的思想 为什么要颠倒我们的思想 我们就要成佛 我们如果没有颠倒我们现在的思想 就成不了佛 就永远是凡夫 是不是 我们如果没有颠倒啊 我们颠倒现有的习气 现有的思想 现有的生活方式 我们就一样是烦恼 一样是烦恼 一样是痛苦 我们这位大师兄 有烦恼 有痛苦 那他要感谢我 所以这个菩萨在这个鼓掌 我骂他一个小时 是因为他在鼓掌 他在替他高兴 因爲什么 因爲我在颠倒他的思想 把他现在所有的烦恼 通通给放过来 通通给放过来 你不会又这样子啊 我有这种逆向的操作 有一个名字的逆向操作 你不要再顺着过去的习气的啦 什么叫过去的习气 我打你一下子啊 你就骂了 哼 你为什么要打我 这个郑老师啊 这个坏人 他都要打我 我要打你一下 所以你就挡过来 过去的习气是这样的 当您呢 想要成佛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改掉这个习气 你就要反过来 以前呢 会发脾气的 现在改成不会发脾气 以前呢 会贪的 现在改成不会贪 以前呢 是迷迷糊糊做梦的 现在就要改成 觉醒过来 那以前呢 很傲慢的 你就要现在改成 劝卑恭敬 你以前呢 很华语的 因果不存在 这个因果是假的 你不相信这个佛法 多所华语 释迦摩你难道那么伟大吗 他是真的没有烦恼的吗 很多的华语 三宝是真的那么好吗 华语很多 你现在就是改变那个星期 你只要一开过来 朋友们 你们就成佛了 就成佛了 你只要逆向的操作 那十二因缘 声闻 那是小车子 什么是小车子 也许你是只有 这个bicycle 或是moto 那种moto车 或是你的车子比较小 你只能够载几个人 只能够载几个人 那就是小圣 那佛教后来发展到大圣 哇 我这个车子是吉普车 我是大卡车 大圣呢 就用大车子 以及用那个无限的大车子 来载一切的众生 那就是大圣的佛法 大圣的佛法 他重要的呢 就是四无量心 四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 这诸位朋友经常看到的 还有呢 就是六度 六度 六度 六度大家会变了 六度 六波罗蜜 度的意思就是波罗蜜 波罗蜜就是印度化范园 是你搭着车子 交通工具 从这里到那里 那就是度 从这里 从烦恼 到没有烦恼 就是度 从没有智慧 到有智慧 那就是度 有六种方法 那这六种方法 第一个就是不失 第二个就是慈戒 第三个 禅定 第四个 忍辱 第五个 精进 第六个 就是智慧 就是波罗蜜 那这六度里面呢 以哪一个最重要 智慧最重要 智慧最重要 前面讲过啊 你没有智慧的布施啊 没有智慧的布施啊 是会害死人 比如说 有一个人呢 他不自爱 他只会向人家乞讨 他要了钱以后 就拿去赌博啦 就拿去做坏事情 我们还说 我们要行菩萨到时候 要布施 碰到这种对象 要不要布施 不要 我们要有智慧 我们晓得说 他拿了这个钱 就去做坏事情 你还要布施吗 你只是帮助他 越来越坏而已的 越来越坏而已 没有智慧的布施啊 那会害死人 好 慈戒 慈戒要不要智慧 要 一定要智慧 要智慧 我们在禅宗里面的一个故事 一个比丘 就是出家的和尚 他不可以接触女众的 但有一次 有师兄跟师弟 两个人 一起走到一条河边 来到河边 他就要渡河过去 可是看到一个妇女 在河里面就快要沉下去 那个师兄啊 就一把就把这个妇女给救起来 把他背在这个肩膀上 那背着他 渡过了河 这个师弟也跟他渡过了河 那好几天下来 这个师弟啊 晚上都睡不着觉 为什么睡不着觉 他说 哎哟 我这个师兄 一直说 他是跟着老师师父在学习的 可是我今天就看到了 他就没有持戒嘛 他就破戒了嘛 对不对 怎么还可以把这个漂亮的女人 背在这个后面呢 所以他一直在那摆思不得其解 所以晚上就是失眠 即使吃了失眠药都睡不着 因为他哼哼不平 哼 哼 师兄都白学了 哼 师兄啊 当和尚都是白当的啦 哼 哼 哼 好几天下来都还睡不着觉了 那这个一看了 怎么师兄呼呼他睡 怎么睡得那么好 他就很讶异啊 师兄你干嘛 你已经犯了戒 结果你还睡得这么安稳 到底是什么 大家知道那个故事 师兄跟他讲 我老早已经放下了 你为什么还没有放下 啊 船过水无痕啊 你看这个船 在河面上 水面上啊 走过的时候 有很多的波浪 可是船过来以后啊 那个痕就没有了 啊 船过水无痕 你要有这一种的能耐 这是智慧 智慧是什么 你该做什么就是什么 这是什么 我单问自己的起心动念 我的起心动念是要帮助人家 是要度人家 这样子你才能够 真正的持戒 再下来禅定 禅定要不要智慧 要欸 你看很多修禅定的人啊 修的怎么 修的怎么 嘻笑 发疯 有没有 我们经常说打坐修禅定啊 会着火入魔 那是什么 他就是对佛法之间不了解 他就是打坐呢 碰到境界 就自以为了不起 自以为有神通 自以为他要干什么 他就是 越来越痛苦 越来越进入这个地狱去 没有智慧的打坐 没有智慧的禅定是没有用的 再下来精进 要不要智慧 要 要 在来台湾之前的前一个晚上 我在台湾看那个电视 那个电视节目啊正好在播出啊 播出什么 赌博 赌博啊 这个夫妻啊都很喜欢赌博的啊 那个就是 在一看啊 就是那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在访问 那些有赌博经验的人啊 他就 其中有一个人啊 说 他的赌博曾经啊 有三天三夜没有睡觉 请问诸位 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赌博三天三夜的 没有啊 因为诸位都是很正常的佛弟子 如果三天三夜了 在赌博这一方面呢 他算精进不精进 精进呢 他精进 为什么是精进 因为他三天三夜都没有睡觉啊 眼睁睁的 这样子赌博 三天三夜喔 他很精进 可是他有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的精进啊 你说好还是坏 坏耶 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啊 就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 自己啊又赔了几百万 几千万的钱 因为他输了 不认输 他硬要捞回来 所以赌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人在没有睡觉的情况之下 精神不集中的情况之下 那一定赌输的 那包括赌输的 因此我们万一有去赌博啊 你输了你就要赶快溜掉 因为那时候啊脑筋已经不清楚了 不清楚所做的事情通通是错误 通通是假的 你一定要清醒过来 精进要有智慧 要有智慧啊 布施 慈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都要有智慧 没有智慧的话 这些通通是邪门 通通邪门 你不要看啊 很多人他不学佛的话 没有佛教的这种般若智慧的话 他也修禅定 一天到晚打说呢 他也一直在布施 他也一直在精进 他也在持戒忍辱 忍辱也要智慧 你没有智慧的忍辱啊 那是什么 自讨骨痴 是不是自讨骨痴 你有智慧啊 比如说有一个人 他是非常坏的人 这个非常坏的人 他打你 他骂你 我们忍辱吧 忍辱吧 这样子啊 只是害了那一个人 也害了自己 因为自己啊 怨恨不平 那一个人呢 越来越嚣张 自以为他很厉害 他就啊 台湾话叫做 轮头忍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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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头比较松软的 那个厨头啊 一挖下去 就会挖得越深 他就越来越欺负人 所以你就害死了那个他 那个忍辱 我也是忍辱啊 百分之百忍辱啊 但没有智慧 在那种情况之下 你看到这个 不讲理的人呢 你必须要给他 一点教训的话 你就要 啪 骂回去 对 什么叫骂回去 你要怒目金刚 你要这样子 这样子 把他这个抵回去 用你的智慧 让他知道 你这种行为是错误的 我要让你解脱你的烦恼 诸位 你要行菩萨道行大圣 六度都要修 可是 拜托 第一件事情 你要先有智慧 你没有这个智慧的话 其他的五度通通是假的 通通是害别人害自己 诸位 如果你想要智慧 一定要读什么经 心经啊 为什么要读心经 心经就是开我们智慧 是让我们行菩萨道 修入度更圆满 因为心经他的经名叫什么 波罗 波罗蜜多心经 这是非常清楚的 非常清楚的 你想行菩萨道 想修大圣法文 想要成佛 你就必须要有智慧 第一步 先求智慧 先求智慧 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心经给读懂了 心经给读懂了 你知道了 你智慧有了 你将来所修的慈戒才是真的 忍辱才是真的 布施才是真的 精进才是真的 禅定才是真的 你没有智慧 没有醒过来 完全都是无效 而且是只有造孽而已 真的是造孽 你布施 你没有智慧的布施 你真的是造孽 是害死那个人 害死那个人 害死那个对象 那是害死自己 要有智慧 要有智慧 显跟密啊 是什么呢 在大圣佛法里面 他又分为 一个是显 一个呢 就是这个密 显跟密啊 是大圣佛法里面的 两大派别 两大主流 显教 它包括声文 包括圆觉 包括这个大圣的一部分 当然也包括人圣 天圣 这个就是显教 显就是很明显 很清楚 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的 那就是显教 大家知道了 显教包括人圣的教法 天圣的教法 声文圣的教法 圆觉圣的教法 还有大圣的一部分 那就是显教 密教 这是一种特别的方法 特别的方法呢 是老师 根据这个学生的根器 传给他一个特殊的方法 给你一个特效药 你立刻就可以 得到这种效果 真的就是密教 好 显密 都是佛的教法 显密 都可以让我们成佛 显密 其实是不二的 显密其实是没有分别的 显密其实是在一起的 我们心经里面 有没有显教的部分 有没有显教的部分 有 有没有密教的部分 有 如果说诸位很喜欢修密教的 其实心经就够了 因为心经最后面 不是说吗 波罗波罗密是什么 是大神咒 是什么 大明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讲得那么清楚 波罗波罗密 你有这个波罗波罗密 你有这种智慧 他就已经是大神 神就是能够让你有神通 你那个大明是无上 是无等等咒 所以 你如果想要修密法人 其实心经就有了 心经啊 显教也有 密教也有 又简单 接地接地波罗接地波罗生 接地波罗生 啥不喝 哦 你看那么好 那么好 就是 短短的260个字里面呢 他把所有 人生的东西 他也讲到了 天生的东西也讲到了 圣文生的东西也讲到了 圆觉生的东西也讲到了 菩萨生的东西也讲到 连这个密教的部分 他都讲到了 所有的佛法 全体通通包括在心经里面 你如果说 想要找一步 找一步 简单 二要能够涵盖 全部佛法的 只有心经一步 我们再也找不到其他的经典 找到其他 当然其他的经典 也都是在诠释同样的东西 但是 最简单 最少 字数最少 最容易寄送 这个文尺最美 就是玄奏大师所翻译的心经 那文尺那么美 即使他不学佛的人 很多书法家 都一直在操心经 有一些烦恼很多人 就是操心经 你现在有没有操心经 有 有在操心经 很多人 练书法 有烦恼 有痛苦的 他只有操心经 即使他不信佛 可是他把心经操下来 把它练下来 心里头都非常的安静 非常舒服 因为他是 波罗蜜 所谓波罗蜜呢 是让你从痛苦到不痛苦 让你从没有智慧到智 有智慧 让你从混乱妄想 心里头非常的宁静 非常的清楚 这非常的清楚 那这个心经的功德 是非常大 心经的好处是非常的大 非常大 诸位早晚课都可以诵经 你们在回家的路上 在上班的路上 或任何时刻呢 都可以背诵心经 你在烦恼的时候 都可以 送送心经 那绝对有好处 我们今天早上就很简单 将佛 将法 将佛法的内容 修行次第 显教 密教 统统 介绍了 都介绍了 好 请问大德民有什么指教的没有 你们有指教的话 我才能够成长 好 来 佛教里面有多少经典 哦 佛教里面有多少经典 好 这个 如果是南传佛教 因为佛教是很广泛 南传佛教的经典 一本他们编辑成南传大藏经 哦 我们这里有 我们这里有 南传大藏经 这个是南传 这是南传佛教的 巴黎文体系的经典 像这样子的经典 南传佛教的有五十本 这是南传的 像这样子的 有五十本 有五十本 如果是翻译成中文 翻译成中国文字的经典 翻译成中国经典 我们这里有没有汉传的经典 我们这里没有 没有他那个 如果是大政杖 以大政杖为这个标准 如果是以大政杖为这个标准 是日本人他曾经编了一个大政杖 每一本大约这么厚 这么厚 汉文那个字体很小 字体密密麻麻的 很小 这个字体没有这么大 大政杖的经典 文字没有这么厚 比这个小得多 密密麻麻的 一本不是这么大 比这个还大 这么大的 这样子 里面的文字密密麻麻的 我们中文的大藏经 中文的经典 有一百本 这么厚 这么厚 然后这么大的一本 里面的文字小小的 那就有一百本 这个是中文的 这个中文的 如果是藏文的 藏文就是那个西藏人 藏文的大藏经 他们分了两部 一部叫做干诸儿 一部呢叫做什么 丹诸儿 丹诸儿就是 跟我们汉文藏经里面所说的 经和律就是丹诸儿 干诸儿就是论 论 他们所解解的 那个藏文的大藏经 比这个还要大本 还大本 也是这个五六十部 那诸位可以晓得了 我们这中文的经典有多少 非常多 南传的 北传的 藏传的 非常多 你如果读中文的大藏经 中文的大藏经 你一个字一个字怎么读它 一天读十二小时 一个字一个字这么读的话 一定要读三年才能够看过一遍 一天读十二小时 你要读三年才能读完 你这么念 这么念还是读三年 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 中国的历史上大藏经 是正国之宝 正国之宝 每一个国王 皇帝他一上台 他最重视的就是大藏经 当天下大乱 天下有灾祸 有不平静的时候 一定要印刷大藏经 因为大藏经就是正国之宝 最宝贵的 实际上 没有哪一门学问 哪一种宗教 内容像佛教的经典这么丰富的 他的理论是高深广泛 没有其他的学问 宗教能够比得上 我们这个福尚那时候说 我们如果看佛经看不懂 那现在就有很多的佛学词典 那最简单的佛学词典 就是这个丁福堡的佛学词典 还有现在还有用现代文所写的 不然的话你看佛光 他编了一套 这是佛光大词典 总共有七本 一本这么厚 总共有七本 在这个书柜上 有一个叫佛教百科全书 佛教百科全书 好像有八九本 那个名词你不懂了 你就发理看它 圣经 有 圣经 有啊 因为佛教的 我们要给他送的 比如说我们这里都有 早晚课送本 里面那些就可以 那里面一定都包括有心经 因为佛教的经典太多了 所以我们只能够选那个最重要的 也许最重要的是文言文 看不懂 现在有一些是有白话文的 白话文的解释也都可以 那佛经不是那么容易了解 为什么不了解呢 因为佛经是讲人生的道理 是讲宇宙的道理 而人生太复杂了 是不是 你的人生跟我的人生都不一样 那人生太复杂了 因此要把它解释得清楚 就很困难 宇宙太大了 太广泛了 你要解释得清楚 也不那么容易 因此佛经就很难很难 很难很难 也说大家不要怕难 因为我们有佛的种子 我们就要把佛的种子 好好照顾 好好种植的话 就会成佛 来 还有没有指教 是 沙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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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伯河是从梵文 沙伯沃 这边翻译过来的 接地接地 波罗接地 波罗生接地 波罗沙伯河 沙伯河 沙伯河 你注意 在咒语里面 你如果持咒 往往最后面都有沙伯河这三个字 沙伯河这三个字 如果翻译成中文最简单的意思就是圆满 一切都圆满都很好 也就是一个结尾 你做什么事情 这时候真的收成 结尾 大收获 圆满 就是圆满成交的意思 这波罗沙伯河 就是觉悟圆满 还有 佛教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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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既是宗教也是哲学 既非宗教也非哲学 哲学 哲学是什么 是靠着人的思维 用这种 逻辑的方法 所建立的知识系统 哲学里面 它包括本体论 包括现象论 包括实践论 包括认识论 认识论这些 就是你依照逻辑 logic 所建立的知识系统 对于人生 很多的事情不了解 你去探讨它所建立的 那就是哲学 那宗教 如果是宗教 西洋人的宗教定义 跟中国人的宗教定义 是不一样的 西洋人的宗教定义 是从英文的religion 这个字来 religion 这个字 是从大丁文 叫religod religod 这个字来 religod的意思 re 是re religion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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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主 上帝 源头 religod religion 原来的意思是 回到上帝那边 回到我们的源头 回到我们的老家 其他的 西洋宗教定义都是如此 因为他们都有一个上帝 有一个神 造物主 就回到那边 你就得救了 你不回到那边 你就不得救 这是原始的 西洋的宗教的定义 那中国呢 没有这种定义 尤其是佛教没有这定义 因为佛教没有造物主 佛教没有神 所以我们不是回到 这个造物主那里去 我们不是回到这种神那边去 佛教 称之为宗教 因为它既是宗 也是教 宗是什么 宗就是修行 就是在修你的心 称之为宗 我们说禅宗为宗门 为宗门 宗就是修行 就是去看心 去反省 去观照 去认识自己的心 去证悟自己的心 是怎么回事 那就是宗 教就是教理 就是理论 尤其佛所说的 这些理论 那就是教 因此 佛教称之为宗教 就是说 它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包括理论的部分 讲者一理 第二部分呢 你就要修行 连诵经 法会 打坐 念佛 持咒都是修行 这是去 目的 是让自己的心 安定下来 让自己的心清明觉醒 有智慧 那是佛教的宗教定义 这是最最真实的宗教定义 我们现在所通知的宗教定义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宗教定义 就是说 有一个仪式 有一个宗教的教主 有一个宗教教主 他所说的话 是这种定义 那我们佛教 有没有仪式呢 有 但要知道 这些仪式 都是要让我们了解自己的心 让我们心能够安定 让我们自己觉醒 让我们自己有开悟 那个就是宗教 那佛教最重要的 在所有的宗教里面 只有佛教有修行 其他宗教都不讲究修行 我在台湾的时候 曾经跟这个 牧师神父在一起 我们那时候要订定这个宗教法 我就说 宗教法 里面所要探讨的内容 就是要有修持修行 这两个字 那那个牧师神父 立刻反对 他说我们宗教 我们基督教 天主教里面没有修行的 他们真的没有修行 真的没有修行 信书者得救 他根本不叫我们修行 对不对 这很大的差别 我们佛法是讲信解行正 信是重要 但是解行 你没有解行 那不能正 但其他宗教 你只要信就够了 那是佛教很不同的 不同其他宗教 他强调修行 有实际可行的方法 我们实际 怎么把佛的这个种子 栽培 照顾 将来开花结果 我们有这个方法 但其他的宗教 没有这个方法 其他宗教说 你只要信就好了 其他通通不用谈 干一个是丹 我们知道 黄派西藏佛教 黄派里面 有一个寺庙叫做干丹寺 有没有听过 黄家有六大寺庙 其中一个寺庙叫做干 就是干丹寺 也就是说 是有丹猪耳 还有干猪耳 这个丹猪耳 干猪耳 大家就这样子 我看我们时间差不多 我们师父方丈和尚在这边 请我们师父开示一下 谢谢 辛苦了 福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这一次呢 特别 这个严格的要求 希望大家认真 能做笔记 还有我们翻译了一本那个心经 用印尼文了 使你们如果对那个文字不太了解 可以从那个印尼文里面那个去 去了解一下 阿弥陀佛 我们大家都知道 郑老师一向来 都是在佛教里面很用功的一位大菩萨 那虽然他现实一个在家生 他是一个大菩萨的精神 他能够把佛教 这个在家人有很多 他们虽然有些可以讲佛法 我们印尼也有人会讲佛法 不过呢我们郑老师呢 他是真正很虔诚 也是真正一个 好像维摩基再来一个大祭祀 那我们看他的贡献 在这个文化方面 文字方面 做翻译 跟随大赖喇嘛 翻译很多这个藏文的经典 现在这个西藏的佛教 目前在全世界非常兴盛 如果我们汉传佛教 大家没有用功 把数字提高 那恐怕我们讲什么 汉传佛教几千年历史 多好 多优美的这个文化 我相信将来 我们大家都是落后的 尤其科学时代 所以你们大家要用功 要用功 尤其我们在印尼 印尼方面 不容易能够听论佛法 我还想到过去 我是非常辛苦的 有时候再讲一点佛法 提心吊胆 提心吊胆 有时候念中文经 还是提心吊胆的 做大法会 做了也是一个提心吊胆的 为什么那个时候 政治的因素也不同 那所以我们现在政府开放了 也是大家的这个福报也争取了 那么久三四二年来 现在慢慢开始了 所以我们要好好把握 尤其我们大家 在中国人 学习佛法 信佛 我们中国人要 的确的 我们要 到回来 要从这个教育方面 要用功 因为几十年来 可以说 下面一代的人 他完全都不懂了 那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宗教 通过我们尤其是佛教徒 那蒙勋佛法 我们进化自己 那我们懂了也能够教育下一代 那心经 这个 这个 现在科学 发大 就用得着心经了 那心经有很多 可以回答 好 我们世间的 很多问题的 那你们刚才问了很多问题 我要注意 那 郑老师下面都会跟你们讲了 那心经啊 这个是 短短的 很短短的这个字体 他的字会很妙的 好 那我们再一次的 大家要感谢郑老师 播出这个时间来 利领利尼 那同时 跟大家 这个 报告一下 你们 大家如果不回去的 在这边用餐 跟悠娜老师报告一下 那你们就可以休息 下午就继续了 那如果 大家有些回去的人 也报告一下 我们做一个记录 因为有时候他们 为什么我们要学佛 又那么辛苦了 要这个 要这个 其实 我们要有一个制度 没有制度 没有制度 你们的心善慢 要得佛法很容易得 心很善慢 没有认真的 所以我们就通过 很多 这个师兄师姐 他们在开会 要请郑老师来 要严格的 希望大家 能认真 能够把握这个机会 不容易啊 他老人家还要 回台湾 很忙 今年啊 从 我听他讲 印度啊 西藏 美国 他这个整个人可以分了 这个三千八千世界 一下子在飞 这个五大洲 你看美国了 那所以我想 这个都是我们科学 发大 我们现在人类啊 很快一下子要到哪里 都那么快很容易 自信很发达 那所以我们这一次的 感谢郑老师 来到印尼 我们要好好把握机会 这几天你们要好好亲近 不了解的 要多沟通 跟老师多沟通啊 智慧之学的话 就会被 喜爱智慧之学所困住 就不能够成佛 我们心经里面就有 无智义无的 连那个智都要超越它 智你如果不超越它 你就是变成智的佛奴 变成智的奴隶 你就没有办法 成为一个大自在的佛了 为什么说佛教是非宗教 宗教有西洋的宗教定义 religion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它就不是我们一般所认知的宗教定义 因为佛教 它没有一个造物主 没有一个源头 可以回到源头那里去 它完全是指着在当下 在当下 你内心就要清醒 内心就要觉悟 内心就要知道 当下是怎么回事 是怎么回事 佛教也不是着重在 那个仪式表象之上 仪式表象只是一个工具 只是帮助我们去观察自己的内心 了解自己内心的变化 因而得到实相 这是真理的体会而已 它并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宗教 佛教可以不必有仪式 当然也可以有仪式 佛教可以有佛性 也可以不必有佛性 因为佛教佛法不是存在这个佛想上 不是存在这个仪式上 这些仪式偶像表象的东西 经典的东西都不是真正的佛教 它只不过是一个方法 要帮助我们去体会到自己的内心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 佛教不是一般定义中的宗教 它不是一种宗教 我们来讲 那这个佛教是什么 佛教是什么 我们所说的 它是让我们有智慧 有觉悟 有觉醒的这种方法 教育而已 就称之为佛教 这佛教真实的定义 就是让内心 这个醒过来内心光明的一种宗教 得一种方法法门 好,还有没有 没有 没有了 有的话随时可以指教 因为你们的指教可以让我成长 因为你们在刺激我 在刺激我 佛法 佛法 这是 从历史眼镜的角度来看 从历史角度来看 这个佛教是先有小圣的教法 而进入这种大圣的教法 为什么先有小圣的教法 后有大圣的教法 因为小圣的教法它比较浅 大圣的教法比较深,比较广 我们学习一样东西 一定要先从基础开始 先从小的部分开始 我们要先读小学 小学之前先读幼稚园 一定要先从基础 读了小学以后才能读中学 才能读大学 要有这个基础 我们可以说 你可以读了小学 之后呢 进一步继续读中学大学 但你不能没有读小学 直接读大学、读中学 这是办不到的 你小学的基础没有了 你读中学、读大学 那是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好像小学是第一层楼 小圣是第一层楼 大圣是二层楼 成佛之圣是三层楼 你想要成佛之圣 一定要先从一层楼 慢慢爬楼梯 慢慢上来 一直到第三楼的成佛 你才办得到 你不能讲说 我只要成佛 我不想从第一步开始 那是办不到的 那是办不到的 即使你要搭电梯 电梯比较快 可以 但搭电梯 你要从一楼、二楼 来到三楼 你如果比较慢的方法 就是爬楼梯 一个阶梯、一个阶梯 这样子上来 你可以爬阶梯 爬到一层楼 爬到二层楼 说我已经满足了 你可以在二层楼停住 但你不能没有第一层楼 就只要二层楼 在百玉间里面 就有这么一个故事 有一个主人 他招来这个工人 说我要盖楼房 这个楼房非常的好 我要住在三楼上 四楼上、五楼上 我要住在楼上 因为楼上的风光比较好 空气、光鲜比较好 结果那个工人就开始 就开始什么 打地基 他在打地基的时候 这个主人就骂他 我不是要你地基 地基我才不要 我是要盖四层楼的 我不要你盖这个地基 我就一直骂他 那这个工人 他就继续打地基 等到他打到一楼、二楼的时候 这个主人已经很不耐烦 我不是要你盖这个 我要你盖四楼的 一楼、二楼 我是必要的 你只要帮我盖这个四楼就好 等到他盖到这个三楼的时候 这个主人已经是不能忍耐了 就要把他踢回家 把他踢出去 你这个人 老实讲 我不要你这个三楼 我只要四楼 请问主位朋友 这个主人 他这句话有没有道理 没有道理 他没有道理 你不打地基 你不打一楼、二楼、三楼 这样子盖 你打不到这个四楼 所谓打地基者 我们想要成佛 所谓打地者 这要先做好人 做好人就是我们的地基 做好人是什么? 你做好人的本分 你是父亲的角色 你就要扮演好父亲的角色 你是母亲的角色 你是为人妻子 为人丈夫 为人儿女的 你就要扮演好这个角色 你这个地基打不好 光是想要成佛 那是办不到的 那是办不到 你一定要先把人给做好 做人的道理 办到了 你在工作上 尽责 尽责 首分 你在家庭里面 是家庭里面最好的成员 你在社会 你在一个团体 你在一个国家 一个全世界 你都是一个最好的角色 你就是成佛的地基 就已经打得很稳 打得很稳 你这个地基不打稳的话 你想要成佛是办不到 你又垮下来 即使有一个幻灵出来了 你又倒下来 那这个一楼是什么呢 一楼是什么呢 一楼啊 就是我们所谓的天圣 天圣 天圣啊 就是说你要积极的行善 你要修禅定 二楼已经开始有智慧了 开始有智慧了 就是小圣的教法 小圣的教法 小圣教法已经 可以看到比较远的地方 已经可以下雨来 不会立刻被雨水所淹到 尤其是我们在南洋地区 更可以体会这个道理 在我们在南洋地区 这个以前的印尼人 马来人 他们的房子一楼 通通是空的 通通是养这个 对 家畜的 那人都是住在这个二楼的 都是住在这个二楼的 雨水一来 人不会被雨水所淹到 所以你二楼来 你修到了这种小圣的 果以后 你自然就不会被 这个世间法的烦恼 所障碍 你就可以得到一种解脱 解脱了这种雨水的 这种侵害 你到二楼 然后你三楼是什么 就是修到菩萨 你这菩萨更远 看得更远 更能够帮助别人 四楼就已经到这种成佛的这种果位 那这是这种辟 辟语就是说 佛先讲小圣法 再来讲大圣法 那是因为小圣法是基础 前面的人圣 天圣更是基础 你少了这个基础 你后面的大圣教法 就没有办法做好 没有办法做好 由小圣 而进入这个大圣 小圣 他主要的是就现象界来研究 佛啊 在想小圣教法的时候 主要是就现象界来探讨 探讨这个现象 人生的现象是什么 宇宙的现象是什么 好好去思维 好好去这个审查 去这个观察 我们这个人世间的现象 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们为什么会痛苦呢 那是因为我们被现象所迷惑 被现象所迷惑 你如果说是 这里是没有光线的 有一根草绳掉在那里 你就会疑神疑鬼 那草绳在那边晃动 你就以为是鬼 你就以为是蛇 你就害怕 等到你把电灯打开了 或是有灯光了 或是打开窗子 让日光照进来 有了光线以后 你就看到了 那个现象的真实面貌 原来他不是蛇 他不是鬼 他原来只不过是一个绳子而已 小圣教法 是从现象入手的 为什么要从现象入手 因为现象是具体的 现象是比较好观察的 他从现象去观察他 从现象去观察他 从现象去观察他的话 就可以解脱这个烦恼 大圣教法 他是从这个本体来论 从这个本体来论 讲本体 就是呢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这个现象 为什么是这样子 为什么是这样子 他已经 问到 why 已经问到 why why 为什么是这样子 这个现象 人生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这个小圣他只提到 what 为什么是这样子 什么是这个现象 小圣他是这样子 因此呢 这小圣教法里面 他比较偏重 偏重 这种缘起 的道理 比较偏重 这种缘起 缘起 的道理 缘起 就是说 诸法因缘生 一切的现象 都是有无数的因缘 所组合而成 这句话是真理 我们今天在这里见面 那是有无数的因缘 所组合而成 法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生 诸法 诸就是种种 法就是现象 是 种种的现象是因 是缘所生 诸法因缘生 当然也是诸法因缘 而因一直在改变 缘也一直在改变 所以 一切的法 一直在改变 啊 这个就是在小圣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小圣是因为观察现象 观察现象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发现了这个现象 为什么诸法会生 那是因为因缘 为什么诸法会灭 那是因为因缘 而因跟缘 一直在改变 所以诸法也一直在改变 那一直在改变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这个是小圣教法的一个基础 大圣呢 他是讲本体 比较多 注重在本体的这种解释 为什么大圣就讲本体呢 因为小圣有了基础 小圣有了基础 小圣 让这个学佛人有了基础 小的这个现象都是缘起以后 在大圣呢 就在这个基础之上 更进一步去谈 谈这个本体的东西 本体啊 到底是什么回事 结果一追究起来 就是这个信空 这个就是信空 这是信空 大家记住一个原则 大圣教法一定是信空为基础 大圣教法一定都是在空的理论上面 建立起来 小圣教法有没有谈空 有 但小圣教法谈的空 不是究竟的空 不是圆满的空 也就是说他讲的不完全 他讲的不完全 他只是讲到小空 只是讲到小空 顶多他只是讲到假而已 他讲到假 法是假的 顶多只是谈到这一点 他并没有真正讲到 法是空的 法是空的 唯有在大圣才会谈到 才会谈到 法是假是什么意思呢 法是假是从观察现象 你们所得到的一个结论 既然 诸法是因缘生 诸法是因缘面 而因缘一直在改变 所以一切的法 一切的现象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我们在这里听课 在这里 共同研究心经 共修 其实都是假的 为什么是假的 因为一直在改变 几天之后 诸位不会出现在这里 我也不会永远留在这个地方 不要说不会永远留在这个地方 我也不可能永远留在这个时间 即使我发愿再来 下一辈子再来 也不是这个样子 也许我下一辈再来 下一辈再来 不会有白头发 一定会长得很漂亮 很庄严的 不一样 因缘一直在改变 因缘一直在改变 小圣他只有谈到法是假 小圣他只有谈到 这种我空 我空的道理 因此呢 我空就是人空的道理 因此我刚刚讲说 小圣他的教法呢 也有谈空 但谈的空是不完整 不究竟 不圆满 要讲的完整究竟圆满 一定要到大圣里面才来讲 大圣不仅讲了我空 更讲法空 更讲法空 乃至于这个空不空 空不空 讲的最好的空 就是般若经 在大制度论 也是龙树菩萨所写的 讲的那种大智慧 圆满的智慧 提到了有十八种空 十八种空 十八种空 对空的解释呢 非常非常的详细 非常详细 心经 是属于大圣的教法 心经是属于大圣的教法 因此 我们就详细的就心经 他所谈的那种 既然是大圣的话 我们就要谈大圣 他怎么讲我空 怎么讲法空 一切皆空的这个道理 大圣在印度佛教的发展 他曾经有三个发展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这是大圣的初期 大圣初期 他讲的是 信空为名的一个阶段 信空为名的阶段 这个大约是属于公元前的第一世纪 一直到公元后的第三世纪 公元后的第三世纪 common era 公元后的第三世纪 大圣的中期呢 大约是从第四世纪开始 一直发展到第七世纪 讲的 后期 大圣的后期 从这个第七世纪末 开始发展 一直到第十二世纪 这个是讲 这个增长维新的这个道理 这个是 大圣在印度发展的过程 这个过程了解了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帮助我们理解什么 一部经典 一部论 或是某一个人的思想 是什么 很简单 你只要把它定位 在这种历史上面把它定位 定位以后 你就立刻知道了 一个人的思想 一个学派的思想 离不开时间 离不开这个空间 离不开时间 离不开这个空间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中国佛教史上 最伟大的这种义经的师父 就是玄奘大师 还有周姆罗斯 这两位是最伟大 还可以包括义经大师 但最伟大的还是 玄奘还有周姆罗斯 请问周姆罗斯是第几世纪的人 他是第四世纪到第五世纪 第四世纪到第五世纪 是处于什么 中期 可是你要知道 一个思想 它发展从印度 想要介绍到中国来的话 一定要经过一段的时间 所以时间的落差 这个周姆罗斯 可不可能介绍到法相为师的思想 可不可能 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因为他是第四世纪的人物 第五世纪的人物 第四第五世纪的人物 他就不可能介绍到这里 周姆罗斯所翻译的经典 绝大部分都是性空为名 为什么他翻译很多的 有关于空性 有关于这种禅法 为什么 因为他的姿态就是这样子 我们再看 玄奘大师 他是属于第几世纪的人物 第几世纪 他是第七世纪 玄奘大师是第七世纪 所以玄奘大师他所介绍的思想 比较多的是什么 法相为师 我们中国的为师中是谁建立的 当然是玄奘大师 他到印度去留学 正好是碰到当时印度最流行的佛教思想 他就把最流行的佛教思想 介绍到中国来 成立了法相为师中 他跟他的弟子一起打诗 就这样子咯 就这样子咯 好 我们再看 另外一个 中国的命中 中国的命中被翻译出来 被建立 那是在唐朝的时候 有善无畏大师 善无畏 有这个不空大师 等等 他们翻译了大日经 金刚顶经 后来唐武中灭佛 以后呢 秘宗就在中国消失 秘宗就传到日本去 好 传到日本去 所以 我们请问 请问 請问 日本的秘宗 跟西藏的秘宗 一样不一样 绝对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西藏的秘宗 是第七世纪 传进去的 而中国的秘宗呢 是早期 唐朝 第五世纪 第六世纪 就已经翻译了一些经典 第五世纪 第六世纪是属于 印度秘宗 发展的初期 那早期的思想 被介绍到中国来 中国再传到日本去 此后呢 秘宗的思想 就没有再传入中国了 中期后期的思想 传入这个西藏 在西藏 发展 成为一个很完整的 命中的体系 因此呢 各位朋友 你们记住 日本的命中 中国的命中 是跟西藏的命中 不一样的 为什么不一样 时代不一样 时代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传入的不一样 它是从中国传过去 所以是早期 这是密中 密教 早期的思想 密教它也可以分成 早期 中期 后期 是这样的 我们记住这个要领 就知道了 就要领知道了 我们说 印度的大圣佛教思想 初期是属于 信公为名 这个当然是 从公元前第一世纪 到公元后第三世纪 是指说它 从出现 发展 到 这个成立 并不是说第三世纪 第四世纪以后 就没有信公为名 不是 但有 它已经发展好了 发展好了 可是 思想总是要进步 那时候思想进步 为什么要进步 因为要跟其他人辩论 跟其他的外套辩论 那你在哪 旧有的思想 不能够满足人家的需要 比如说 比如说 我这次来这边介绍心经 如果我下个月再来介绍心经 如果在下个月再来介绍心经 如果在下个月再来介绍心经 每一次来就是讲心经 你们会说 哎呀 这个都已经讲过的 我为什么要浪费那个精神 为什么说我每一次来雅加达 所讲的主题都不一样呢 就是这个道理 我如果都是拿同样的东西给你们 你们也许说 这个都听过了 我不想听了 其实你们应该一次再一次的听 为什么呢 因为我讲的心经 每次讲都可以不一样 我讲的佛法 虽然是同样的主题 都可以讲不一样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没有这种感觉 因为他上个月 我们在古境那边 他跟着我去 我在古境那边也是讲心经 但他应该可以发现 我现在所讲的心经的方法 跟我在古境 沙拉越那边所讲的 最近就是古境 在那边讲经 这个 所得到的纪念品 一定不一样 因为佛法的诠释角度有很多 时间、空间不一样 对象不一样 讲的方法就会不一样 我们讲说初期是信空为名 为名 一切都是只有名字而已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比如说印尼 印尼是真的吗 印尼是不是真的 印尼只是一个名称 为什么只是一个名称 现在的印尼 跟三百年前的印尼 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跟一千年前的印尼 一样不一样 也不一样 因为这个国家有大有小 有的在分裂 有的在统一 有的是被荷兰人所占领 有的时候是被回教徒所占领 有的时候是被某一个国王所统治 那现在呢 已经是进入了这种民主的时代 用选举比较公平的方式 就是民主表决的时代 所以一定都不一样 因此 名 只是一个方便 一个符号 可是我们众生 就是被这个符号 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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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变成所限制 你就是 听到一个名字 就以为那个名字 所代表的意义是真的 其实都不是真的 其实都不是真的 都不是真的 为什么不是真的 为什么不是真的 因为我从二十几岁 像我们这个小妹妹那个年代 就已经开始在写佛教的文章 没有听过 一直到现在 十几岁的年龄 我佛法的文章 一直到现在 已经三十七年了 没有一个礼拜 没有一天听过 我在写佛教文章 我所发表的文章 非常多 也就是说三十多年前 就已经有读者 读到这个正某某的文章 因此在 这一个一般人 读者的印象里面 这个正正的这三个字 一定是 一定是 老 老居士 而且是 老老居士 因为已经读到 他三十多年的文章 这个人一定是 不得了 没有八十岁 也有九十岁 也有一百岁 的这种功夫 我不是说我写的文章很好 而是说 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大家一直在看到 这个某某人 但一碰到我以后 他们就会吓坏了 你怎么还那么年轻 这位朋友 你们说我老不老 我脸装都去 你说老不老 这只是名字 只是一个符号 只是一个表象 大圣佛教出去 就是在讲这个 讲说 一切法 的自性 本性 是空的 一切法 它只不过 是一个名称而已 我们说 这是花 花 我这个花 把它拆掉 一半一半把它撕掉 这样子撕掉 你说 这个是花 我如果一半一半 这样子把它撕掉 还有花的存在吗 花不存在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所谓称为花 那是有这些花瓣 就组合而成 哪位师姐 那么会擦花 把它擦得这么美 这么漂亮 装圆我们这个道场 这个花 难道是真的吗 那不是真的 自性本空 自性本空 我们所谓的花 只不过是一个名称而已 一个名称而已 这个花 是哪来装圆这个道场 哪来做什么用途 它的自性 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 什么意思 好 我们就这个菊花来说 这个菊花 它本身它在成长的时候 它绝对没有想到说 我要被拿到大崇山 去壮严道场 绝对没有 对不对 因为这个只是它的本能 它的本能只是在成长 它本能只是在还原 它没有说 我要让这个世界更漂亮 它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可是 你这个菊花 如果是在道场裡面 它就变成了壮严 这个菊花 如果是在深山野外 它就变成了什么 那些蝴蝶蜜蜂 这个执着的对象 它的功能就不一样了 这个花在不同的时空裡面 就展现不同的 那个像 发挥不同的 用 体像用 它自性是不可得 这是大圣佛教 初起所讲的 性空为名 中起的大圣佛教 它是讲法相为是 所谓的为字 的意思是不理的意思 不理 性空为名 所以一切的 法的性是空不可得 一切的法 虽然有它的名字 但那些名字 是非真实的 一切法 它是不理这个名 这个法 法就是万事万物 一切的现象 这些一切的现象 只不过是名称 只不过是 这个名 它所彰显 它不理这个名 所彰显 不理名 所彰显 第二起的大圣思想 就是法相为是 法相为是 是一切诸法的现象 相就是表象 一切事物的表象 它不理心事的作用 是就是心 不理心的作用 不理心的作用 什么叫不理心的作用 我们说 这个是花 花可以庄圆道场 我们中国人更伟大 会把这个菊花 拿来晒干 变成菊花茶 泡泡热水就可以喝 有没有菊花茶 有 我们中国人是很厉害的 但在一头牛 或是一头羊 你的眼中 这个是不是花 在他们眼中是不是花 不是喔 他们会吃它 他们会吃这个 他们肚子饿的时候 就会吃它 所以这个再也不是花的功能 我们看过西班牙的逗牛 我常常开玩笑 西班牙的逗牛是拿着一块红布 在牛那边耍来耍过去 它是不是逗牛 才不是逗牛 它是在逗人 这是可怜的人 都被逗牛式逗过来逗过去 为什么 因为那个牛 根本是色蟒的 牛不会说这是红色 这是灰色 这是黑色 它没有这个区别 没有说这是绿色 这个是蓝色 它没有那个区别 它是色蟒 它是色蟒 它看到红色的反应 跟看到蓝色 绿色 黄色的反应是一样的 为什么是一样 它是色蟒 它是色蟒 它是要那个色的深浅 你这个布在牛上面 耍过来耍过去 它的反应都一样 可是人的反应 一样不一样 我们人的反应不一样 不一样 我们人看到黄色的反应 看到粉红色的反应 看到那种大红的反应 蓝色绿色的反应 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我们绝大部分人 不是色蟒 不是色蟒 你看到红色 会有什么感觉 红色会有什么感觉 会兴奋的感觉 心情就被提起来 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女众菩萨 经常都要穿红色的 要穿粉红的 大红的 为什么 因为就是要引起男生的注意 引起男生的兴趣 这个就是 这种颜色心理学 不能就是这样子 真的 一切不理心的作用 你这个法 你某一个法 法相 一切诸法的现象 不理心事的作用 你是什么样的心 你就会对一个现象 做什么样子的认知 起什么样的作用 起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认为它是花 牛 麻 它不认为是花 它是拿来吃的 蜜蜂 它是拿来采花蜜的 采花蜜 这个是它的业力 这个就是它的心 我们佛教讲这个业力 这是我们的业力 我们中国人 认为这个是业力 我们中国人认为这个是花 它这个就是可以庄严 但如果是原住民 他们就不间的 跟我们有同样的这种思考的模式 不一样 法相为是 到后期的思想 我们认为真常为心 真常为心 就是说 指我们的佛性 是真 是常 肯定 我们一切众生 皆可成佛 皆有如来障 不离 我们那个真常心 这是很简单的 大书教 发展的 那个过程 中文里面 有十一种 心经有十一种的翻译 译本 有十一种的 对不起 十一种 十一种译本 到目前为止 有两种译本 已经消失了 不存在 只有剩下九种的译本 最多的译本 是在唐朝 都是在唐朝 那最早的译本 是在第四世纪 就已经有了 好了 所以第四世纪 就已经有 心经的译本 请问心经 可能属于 真常为心系的思想吗 可不可能 不可能 有没有可能属于 这种法相 为是学的思想 可不可能 不可能 因为古时候 跟现在的交通不一样 我们现在的交通 可以 今天 从雅加达出发 今天晚上 就到达台湾 乃至于到达美国 都有这种可能 但以前 要从印度到中国 你要翻山越岭 渡过沙漠 爬山涉水 一百个人走 一定死掉九十九个 能够有一个完成 这条路的移动 都已经很稀有了 你这么经典 要从那个地方 带到中国来 不是那么简单的 尤其在那个时候 没有现在电脑 没有传真 没有email 没有印刷数 都没有 都是用抄写的 用一个字一个字抄 那个经典 是那么样的可贵 为什么能开经济 这么说 无上甚善为妙法 百见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吻得受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我们现在经典 想要得到它 容易的多 你打开电视 就可以收看到 电视上的弘法节目 你上网 就可以看到佛经的那个 网站 那你就可以很容易 取得这个资讯 但是在古时候 没有那么容易 最早的心经 中文语本 第四世纪就有了 有没有可能是 法相为师的东西 不可能 因为法相为师 大约是在第四世纪 到第七世纪 在印度 才成型 因此 因此 我们知道了 心经是属于 哪一起的思想 性空为名的思想 那知道 那这样知道了 心经是属于 大圣佛教 信空为名的思想 既然是信空为名的思想 就是说 心经它所讲的就是 信空为名 它这个时代 那这样子就定位下来了 信空为名 它一定是讲空性 它一定是讲一切自现 空不可的 目的何在 不要忘记 它是属于佛法 佛法就是让我们开智慧 就是让我们觉悟 有智 有智 有觉 这个 就是佛法 不理的 这种 本意 不理的本意 好 它是属于大圣 是属于大圣出奇的 信空为名 而我们知道 大圣 所讲的 一定是慈悲喜舍 是无量心 一定是讲这个六度 从布施慈戒 忍入精进禅定 般若 而我们上午也介绍过 说般若是六度的眼睛 般若是六度的眼睛 眼睛是让我们看到方向 看到路 不会跌倒 明光是有前五度 就好像只有脚在行动 如果没有眼睛来看路 啪!一下子你就跌倒了 啪!一下子你就掉到水沟里面 深坑里面 你就跌死了 没有智慧的人 行步师 真的就会像掉到深坑大海里面 啪!就跌死了 没有智慧的人去慈戒 啪!一定是怎么 也一定会跌死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眼睛 他就好像瞎子一样走 一定会撞得满头包 撞得满头包 各位朋友 你们在修此佛法 一定要有智慧 你们在修菩萨道 一定要有智慧 没有智慧 你就撞得满头包 你就会惨死 死得很惨很惨 死得很惨很惨 佛法要有智慧了 没有智慧啊 通通是外道 通通是外道 现行的世界佛教通用的联历 历年来算 今年是佛教的2544年 2544年 2544年佛历 B1 我们称之为B1 B1就是Buddhist E就是Era 2544年 今年是2544年 今年正好是 这个 耶稣公元的2000年 因此 佛历比耶稣的今年多了544年 耶稣的纪元 是从耶稣诞生的那一年开始 但实际上是计算错误了 耶稣是诞生于公元前的第4年 不管他 他本来是依据 他是在出生那一年 而佛的这种历念 是从佛入灭 也就是他过世之后 开始算计 但过世的那一年 就是佛历的第一年 因此呢 如果依照我们现在所通称的看法 佛是在哪一年 死掉的 元吉的 哪一年 就公元来讲的话 是公元前的多少年 544年 要知道了 那佛啊 他活到几岁 80岁 因此佛是在哪一年出生的 佛哪一年出生 公元前的624年就出生 这个是密西 密西 624年公元前 这年出生 佛在佛的法 什么时候传到这个中国 传到中国 佛法是在公元的67年 公元 common era 传到中国 那这是什么标准呢 因为在公元的67年 有第一部经典 就是四十二章经 被发展成中文 第一部经典 四十二章经 哦呦 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 过得好快哦 我们上次介绍四十二章经 是什么时候 几年 九六年 四年前 无常 真的是很无常 四年前 九六年的时候 做中国佛教的开始 中国 在这之前 在这之前 已经陆续有西域印度的信徒 或是佛教徒来到中国 但没有正式的这种历史记载 没有正式的经典出现 只有在67年 有正式的佛经被翻译成中文 它就变成这样子了 被公认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 第二个问题 佛教为什么在印度消失 而在这个中国发扬光大 这分为两部分 佛教在印度为什么消失 佛教在中国为什么能够延续 这两千年 一直到今天 我们都可以听闻到佛法 为什么 第一部分 印度的佛教它的消失 我们知道了 诸法因缘生 佛法在印度出现 也一定是有因缘 佛法在印度消失 也一定是有因缘 佛教不是讲庶命论的 一定有因缘 因缘很多 因缘很多 我们现在所能够举得到的 我们讲几个重要的因缘 大约十几年前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印度佛教的消失 这个原因 重要的呢 我讲几个原因 如果是就本身来讲 就本身来讲 自己的因缘 自因来讲 还有这个他因来讲 就说自己本身的因缘 还有其他的因缘 自己本身的因缘 我们现在讲自己本身 印度佛教消失 自己本身也要负责任 不能够完全说 都是你害的 别人害的 自己本身也要这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佛教 他太注重这种解脱法 解脱法 太注重这种解脱法 解脱 解脱法就是说 哎呀这个世间是苦的 我们要解脱这个烦恼 我们要远离这个烦恼 尤其是出家人 佛教的主体就是出家人 出家人更是解脱 我们讲过说 持戒 你一定要有智慧 但如果没有智慧 你那个持戒 反而是对自己的伤害 比如说在印度 佛教的消失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太强调解脱 尤其是出家的师父 太强调解脱 太强调解脱以后 他就远离了人群 现在的情况跟那时候的印度的情况不一样 印度佛教的消失是在公元的1202年 这是公元1202年 印度佛教 就是以这个超元寺被回教徒 烧掉 除脚重被烧死 为这个代表年代 距离现在呢 正好是798年 就将近800年前 印度佛教消失 800年前的印度情况跟现在的佛教情况相差很多 那时候的出家师父 我们现在先讲 因为世间的人 绝大部分都是在家人 在家人会不会谈恋爱 会不会 绝大部分 当然有少数可以不必谈 绝大部分会谈恋爱 在家人绝大部分会不会结婚 会 结婚以后绝大部分会不会生孩子 会 对 这个都会了 人情事故是不是都有 都会有 好了 第一个 绝大部分的在家人青脸男女 我们这个诗经第一篇 诗经第一篇 诗经是谁整理的 诗经的内容是什么 诗经里面呢就是 在周朝西周的时候 乃至于东周的前半部春秋时代 这个中国就是中原一代 中国人所写的诗 他们日常生活里面所写的诗 我们中国人说 中国人读书一定要先读诗 就是读这个point 而作为一个当政者 你当官的人 你当总统人 当国王的帝王的人 一定要去读诗 就是要去听民众的声音 看看这个民众的声音 唱的歌是什么 唱的歌是什么 我不太清楚这个印尼的情况 如果是在台湾的情况 台湾的情况 从这个1945年到这个1988年 1945到1988 这个43年间 台湾人所唱的歌 都是什么歌 都是什么歌 第一大类是讲什么 一定都是苦吊子 苦吊子 苦吊子 这是很悲哀的歌 有没有 早期的歌 像我这种年纪 那时候所唱的歌 怎样 我们这个年轻的朋友 所唱的歌 跟我们那时候所唱的歌 是不一样的 我们那时候所唱的歌 不是绿岛小夜曲 就是干都雅雾 你看 都是那种很悲情 很悲情 为什么 因为从1945到1988 台湾 从日本的手中 归还给中国 后来国民党来到台湾 实施戒严统治 高压 专制 白色恐怖 来控制这个台湾 那时候台湾人 是苦闷 台湾人 被日本统治了49年 统治了49年 已经够苦的了 因为日本人 他是殖民者 这殖民者 来控制这个被殖民者 只有诈欺 只有诈欺 是中国人 台湾人是非常的苦 那国民党来到台湾以后 为着要稳定那个局势 为着要跟这个共产党斗争 因此也是采取这种戒严 高压的统治 所以台湾人 那种心声啊 真的是非常苦 每一首歌通通是靠掉 通通是这个悲情 这是第一类的歌 第二类的歌 就是杀猪拔毛 你如果在台湾你就知道 是杀猪拔毛 杀猪拔毛 为什么要杀猪 为什么要拔毛 拔毛毛就是毛泽东 杀猪就是朱德 那时候 中共的一个大元帅就是朱德 这是很会打仗的 那这个毛泽东 那时候的政府 台湾政府的这种口号 就是杀猪拔毛 反攻大陆 反攻抗俄 这样子都是杀法之气 都是斗争之气 所以人就是在那种情况 一方面呢 非常的痛苦 心情不好 一方面呢 又是叫我们一定要杀猪拔毛 一定要反攻抗俄 一定要打回大陆 这样子的 那时候的歌 首唱的一定就是这样子 从1988年 台湾解研 实施真正的民主政治以后 这些东西都看不到了 再也不是悲情的 再也不是杀猪拔毛的 而现在都是一种 爱情故事 那开放的故事 那开放的故事 那当然现在的韻味跟以前的韻味不一样 那以前的韻味呢 男孩子要向女孩子求爱 一定都是 Julie 你有没有看到风在吹 一定是这样子 那风在吹是什么 是代表我的心在仰慕着你 一定这样子很含蓄 很有韻味的 那现在台湾的爱情故事 我爱你啦 我要抱你啦 都是这种很露骨的方式 您从歌里面 从诗里面 您就可以看到老百姓的心情 诗经也是一样 它是西周 东周前半部 这个500年间 中国人民间的歌谣 民间的歌谣 民间的歌谣 大家唱歌啊 这些民歌形成的这些 这种新生代表 那总共啊 大约有1070首的诗歌 孔子啊 孔子啊 是很伟大的人 很伟大人 他就把这个1070条的这种民歌 都是属于民歌 歌谣 把它删减 删减掉那些迷迷之音 删减掉那些堕落的 那些负面的灰色的 把它留下三百首 所以就有说是三百首 是三百首 所代表的是什么 是这个人民 心有所思 行之与声音 就是变成诗歌 那我们想的是什么呢 我们就会唱歌 用这个歌 把它表达出来 表达出来 我们最近才从西藏回来 在酒在沟那里 那一位九岁的那个小男孩 唱的歌是什么 蛤? 朱木朗玛 你会唱吗 师兄 来 音乐你上来一下 唱一下 朱木朗玛 谢谢 谢谢 我只会唱两句而已 朱木朗玛 朱木朗玛 谢谢 听到这个朱木朗玛的声音 你就晓得说 他就是西藏人的歌 西藏人呢 他在歌涌圣母峰 圣母峰是世界最高的山 歌涌那个山 为什么会歌涌那个山 因为那个山 就是西藏人心目中的 那个圣山 最神圣的山 他歌涌它 你可以听到这种歌曲 这样子的高亢 这样子的雄壮 这样子的深层 代表那个圣母峰 他在天里面 在云深不自处 的这种高空里面 给西藏人产生的神秘感 给西藏人所产生的那种 那种神秘 神圣 可敬 可畏的那种感觉 每一首歌 都代表了后面的这种思想 孔子 他就把一千零七十首的 当时西周周朝时候的这个民歌 删减了一些秘密之音 保留了 能够让这个人 能够疏解心情 正面意义 鼓励大众的这歌曲 那就是诗三百首 诗三百首的第一首诗 叫做什么 叫做什么 你只有记住那句 你只有记住那句 我们这个师兄 只有记住那句 叫做 君子后求 他只有记住那句 因为他是男生 难怪他会记住那一个 永生不忘 诗第一首 诗第一首 诗经第一首 叫什么 在何之周 还有呢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你看 这个是在讲那种感情 这个是周朝时候 一个女孩子在仰慕 那个男孩子 他所抒发的那种心情 你看多美 冠冠之久 在何之周 那是什么呢 那是在阳春三月 阳春三月 中国的时候 阳春三月 北方中原 在阳春 我们农历年 农历的三月的时候 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 百发其放 百鸟其名 万物开始在 活动起来 那时候呢 光光之丘 在河之周 在河之周 在河岸边 有这个鸟 那个鸟啊 就是光光之丘 那个丘的鸟 我们现在讲最简单 水鸭子就好了 有那种水鸭子呢 在那个河边 在那边 咯嚕咯嚕 在那边唱歌 在唱歌呢 我作为一个少女 我听到了 这个鸟啊 在那个河岸边唱歌 会有什么的感觉 那个时候 我们讲现在的话 就是春情发动 来到这个春天 冬天的时候呢 万物死急 万物都在冬眠 在冬眠 可是来到春天呢 生机都来了 生物啊 都充满了 这种朝气 作为一个少女 她来到这个十七八岁 这种少女的情怀 通通出来了 听到这一只水鸭子 在河边在那边唱歌啊 就引起了她的这种慈慕 她晴朗的心 窈窕熟女 君子好求 好 我们这些师兄 他说 永生不忘 我看不止永生不忘 是生生死死 生死死都不忘 就轮回了 好 这个字音呢 就是说 诗经 你从诗歌里面 你就可以了解到 这个人世间的这种百态 而我们出家的师父里面 所追求是一种解脱法 当他看到这个男女在那边 私慕 在那边谈恋爱的时候 师父一定会告诉我们 你要小心 这个是生死的 生死的根本 轮回的根本 你不可以这样子 不可以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子 一定是这样子 一定是叫我们远离 那我们这些年轻人 已经是君子好求了 听得尽这些话吗 听不尽 听不尽 我们现在 当然 几年前 我在台北某一所大学里面 我曾经做过一次演讲 就是 什么演讲 佛教的爱情观 跟他们谈这个爱情 我跟他们谈什么呢 这个 谈这个爱情 谈这个恩爱 谈这个情 佛教里面怎么谈这个爱情 好了 等到这个男女要结婚 现在的情况不一样 我现在是讲八百年前的印度 男女要结婚 即使是三十年前 我们出家的师父都不会替男女结婚 正婚 都不会 都不会 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说 你们要结婚 你们这个就是 还是继续轮回 还不想解脱 好了,等到生下小孩子 我们一般的风俗 小孩子满月 或是周睡 都会请人家祝福 臭暖 台湾 台湾话就是臭暖 他会把这个婴儿 以前的那个饼 都有一个心 用一条线串成 一串的这个饼 挂在这个小孩子的这个脖子上面 到一家一家去 臭暖 暖就是口水 小孩子都会流口水 那就请人家祝福 把那个饼拿下来 送给人家吃 要让这个小孩子早一点 不要流口水 总之这种的过程 是人生的过程 是绝大部分的在家人 都会经过的过程 那在家人一碰到这种情况 我们现在都很希望 有这个修行者大师的 来帮我们祝福 可是我们佛教师父 在以前都不会的 也就是说都是拒绝的 当然现在师父不一样 现在师父尤其在印尼 结婚一定要宗教师来盖章 来证婚才有效 这个是很不错的 因为什么叫很不错 因为师父们会开示 你作为先生 作为太太 你要怎么做 做人到底是什么 可是在以前不会 以前是拒绝 小孩子出生了 我们就抱着婴儿 请师父来这个祝福 他一定臭骂你一顿 你这个贪爱那么重 生死轮回的根本 你都不知道解脱 都完了 所以在印度 那时候的人怎么办 要结婚 要生小孩子 请他祝福 绝对不会找出家师父 因为你找出家师父 只是哀骂而已 他们只好去找谁 找他们的本来印度教的波罗门 印度教的波罗门都是在家人 他们就会帮你祝福 送送经 讲一些祝福的话 也就是说这个是第一个 印度佛教消灭的原因 因为那个时候的佛教 太注重解脱 尤其是出家中 太注重解脱 不管人间事 不管我们这个99.9%的人 还会谈恋爱 还会结婚的事实 第二个呢 第二个 是出家的师父啊 这些师父们 这些出家师父 他们的这种外表 很容易就可以辨认出来 很容易就可以辨认出来 为什么 因为出家师父 前几年 前几年 我听到香港有一位大师 叫做绝光法师 有一次在一起吃饭 这个绝光法师 他讲了一句 我身有同感 什么叫身有同感 因为我经常出席 出师父面的生且大会 生且大会呢 有汉传的 有南传的 有藏传的 穿的衣服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这个 汉传的师父一定是素食 南传的师父有没有素食 没有 藏传的师父有没有素食 也没有 南传的师父有很多是过无不死的 我们汉传的师父没有过无不死的习惯 所以吃的也不一样 穿的也不一样 讲的语文语言 当然大部分都不一样 我们汉传的师父如果不会讲英文的话 就没有办法跟南传的师父沟通 南传的如果不会讲英文 也汉文也不能够跟汉传沟通 很多的场合都没有办法沟通 可是绝光大师 大法师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 我们这佛教里面千差万别 大家都不一样 即使我跟你在一起 我都不晓得你是这个出家的师父 你都是佛教 不过幸好 幸好释迦摩尼佛 他有一个制度帮助我们 彼此知道你是佛教的出家人 为什么 大家都剃光头 所以你只要到哪里去 只要是剃光头的 你就知道 这个是师父 这个是有好处 提光头是有好处 清静 不必为着烦恼师 天天要洗头发 天天要去烫头发 要去整理他 哇好烦喔 浪费很多的时间 出家说 这个很清静 但 当回教徒 来到伊斯兰教徒 来到印度以后 他开始迫害 这个 原来的宗教 他开始杀 他看到出家人 一下子立刻知道 你看你是剃光头 不是我的伊斯兰的教徒 就把你杀掉 但是他碰到这个印度教的佛洛门 印度教的佛洛门 是在家人 没有剃光头的 他穿的衣服也跟我们一样 跟常人一样 但出家的师父 穿的跟我们不一样 出家师父跟我们不一样 因此他从衣服上面 就辨别了 你是出家人 他就杀了 可是印度教的 祭司阶级 波洛门神子人员 穿的衣服跟一般人一样 他也是留长头发 他想要杀他们 没有地方 他找不到 人家他没有辨别 他没有办法辨别 从外表没有办法辨别 再来我们出家的师父 都是住在寺院 一个单独地方 回教徒来 想要迫害很简单 他只要包围这个寺庙 放我一艘 里面的人 通通杀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但印度教徒没有 印度教的神子人员 他是分散在一般的村落里面 跟一般人住在一起 因为印度教的波洛门 他也有结婚 也有生子 所以一般的工作 跟一般的常人都没有两样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次佛教很容易受到迫害 因为他目标非常显著 非常的显著 这个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自身的原因 就是说 因为佛教的僧团 是维持起食的制度 就是自己不可以生产 一定要靠别人供养 不可以生产 在这种的情况之下 他只能够靠起食来维生 靠起食来维生的话 他们专门注重于教理的研究 专门注重于这种修行 一天到晚在读经 诵经 一天到晚在打坐 在修持 在修持 这样子呢 就是离开了这个民间 离开了民间 没有办法跟一般的老百姓 有很密切的关系 就脱离了这个社会 脱离了这个社会 一般的人 平常不会想到去亲近师父 当然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 诸位朋友 在印尼已经很好了 我到菲律宾的南部 菲律宾的玛尼拉 已经现代化的都市 我到菲律宾的南部 菲律宾南部那里 有个小岛 那个地方 还是回教徒 那里也有几间佛寺 我去那边也是去上课 我去上课 我到处上课很多地方 我去上课 发现说那边的佛寺 一般的老百姓 就是我们华侨 我们的华人 普通时候不会到佛寺去 只有在什么时候才会到佛寺 有人往生 才会到佛寺里面 请师父诵经超度 此宅 平常不会去佛寺里面 也就是说 这个佛寺就是远离了民众 民众不会想到师父 不会想到寺庙 只要有人过世才会想到师父 脱离了这个民间 现在的情况都已经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情况 师父走进人群 师父就在社会里面 我们都经常亲近师父 因此说这个佛教想要消失 没有那么简单 不可能消失 因为出教师父 跟一般的民众 有密切的关系 但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那个出教人 是顾虑起来的 这是自己本身的原因 那至于这种外在的原因 外在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 是属于 是属于这种 印度教 来自于印度教的挑战 第二个原因 是来自于伊斯兰教 我们所通称的回教 当然称为回教是不太对的 应该称为伊斯兰教才对 这两个是最大的原因 这个印度教 印度教是 一直是印度人 本有的宗教 印度人更深蒂固的信仰 就是印度教的思想 他是本有的 这个佛教是新兴的宗教 而这个佛是那么样的有智慧 佛万 他发现了人生宇宙真理 他 要人民借定慧 要人民有智慧 你看 他主张众生平等 四种种性皆平等 他主张 每一个人 都可以觉悟 不必靠神 这种革命性 反印度教的思想一起来 印度教招架不住 招架不住 为什么 因为他讲众生平等 多好啊 多好啊 统治阶级 并没有被统治阶级来得高尚 没有 众生平等 总性平等 他讲说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 每一个人都可以觉悟 哦 那比原有的印度教好多 印度教是说 只有我伯仁们才能够 解脱 你们索陀罗、废舍 这些贱民 普通老百姓不能解脱 只有我才可以解脱 你们都不可以 他这革命性的思想 使得印度教 就是紧张啊 所以印度教头呢 一直在迫害这个佛教 一直在迫害佛教 因为打破他们的既得利益 的这种固有的观念 印度教就一直想尽办法 要撒害佛教 因此印度教 他就有什么 我们所谓混淆思听 就是模糊 模糊佛教的形象 也就是说 他制造了很多很多 那种错误的讯息 即使到今天 即使到今天 我印度有一个朋友 大师 古英卡 你知道 古英卡 我们这个沈思杰 他是古英卡的德意门生 他修念观修得很好 这个古英卡大师呢 他这个 两三年前 他告诉我一句话 他说 你有没有办法 这个帮一点 我说帮什么忙 他说 即使在今天 这个印度教徒 他们这个 制作那个电视的节目 那是由日本 Sony 这是Sony 那家公司 大公司 电器公司 Sony所制作的节目 委托这个 印度人所制作的节目 在那个节目里面就说 就说 释迦摩尼呢 是 大犯天神的化身之一 释迦摩尼呢 是 他的化身 这个 大犯天神 他是主 底下 他有司婆神 有彼斯奴神 有某种化身 这个释迦摩尼呢 只是他们的化身之一 那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释迦摩尼 没有什么了不起 是不是 因为你释迦摩尼 也是我这个大犯天神 所生出来的 所以你就在我的底下 你就是我所管理 我所指挥的 但混淆这个释迦 即使现在的印度人 我们在印尼 有很多的印度人 您跟他们沟通 跟他们谈话 他们如果是信仰 印度教的 也是这种观点 也认为说 释迦摩尼是 大犯天神的化身之一而已 用这样子混淆释迦 把佛教里面 很多的这个理论 他们把它歪曲 把它扭曲 使得这个印度教 好像变成最神圣 但这个佛教的教理 就失真了 在他们的这种有益的曲解之下 就失真 这失真这印度人 他就没有办法理解 这个佛教书上 没有办法理解 就这样子呢 印度教 就迫害了佛教 种种的形象 种种的角力 那再下来就是 这个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 它是第七世纪出现在 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的一个宗教 对不起 应该是讲 我们现在的耶路撒冷那边出现的一个宗教 中东那边出现宗教 那第七世纪出现 慢慢大使帝国势力扩张 势力进到印度 同时进到马来西亚 进到印尼 印尼本来是佛教很兴盛的一个地方 印尼本来是在第七世纪 那时候到第十世纪 佛教世界的中心 研究梵文 研究大圣佛教密宗的中心 我们的布鲁布鲁布鲁 那个就是坛城 这是密宗里面的曼达拉 是依照密宗的曼达拉的构想而建立的一个佛塔 是非常伟大的 但后来伊斯兰教徒大使帝国进入马来西亚 进入这个印尼 就破坏掉了 他进入这个印度的时候 也就开始来扩展他的宗教 因为他的宗教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说一切的偶像通通是魔鬼 要把魔鬼去除 把偶像给破坏 你破坏得越多 阿拉真神就越喜欢你 你在真神的面前 你所得到的解救或是功德就越大 那很不幸的 在阿拉伯话 阿拉伯话里面所谓的偶像 他的发音 偶像在阿拉伯话的发音 就叫布鲁布鲁 他来到印度以后 他再问你是姓什么呢 你说布鲁 正好是我要宰杀的偶像 就把你的头可以砍断了 你是什么布鲁 砍头 你是什么布鲁 你就是砍头 就这样子赶尽杀绝 凡是碰到佛教徒 他就杀害 凡是看到这个佛像 不到 他就杀害 到印度去就可以看到 现在所遗留下来的骨骑 那些佛菩萨的像 很多都没有鼻子 很多都没有眼睛 因为那个石头雕刻的 你打也打不坏 烧也烧不坏 你要把一个石头 那个佛像给烧坏了 很困难 所以只好拿着这个刀挫子 把这个眼睛把这个鼻子搓掉 就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原因 这个原因 这是主要的 印度佛教小似的原因 那为什么佛教会在中国 生存下来 发扬光大 乃至成为说佛教里面最重要的一致 最重要一致 这一致的文化 整个世界的思想 如果少了中国佛教 那等于是少掉一半以上的思想 少掉一半以上的思想 这句话绝对不夸大 中国的经典 儒教的经典 哪里比得上佛教 你不要讲思想的广 它的身 就是它的数量来讲 都比不上这个佛教 为什么佛教在中国 能够生存下来 发展发扬光大 光辉灿烂 有中国大盛巴众的发展呢 当然也是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生是什么 这佛教传到中国以后 我们中国的思想 已经打好了基础 你现在想要盖四楼 五楼 六楼 七楼 地基一定要很扎实 地基要很扎实 那你会问 那为什么佛教传到 斯里兰卡泰国也可以发展呢 那是很简单 因为那些国家 本来就没有文化 这佛教的文化 印度国的文化 比他们深 因此 征服了就有的文化 但是中国的文化 是古文化之一 这古文化三大文化之一 世界人类思想 最先进的一个国家 他来到中国以后 正好中国文化 替佛教拿好了最深厚的基础 哪一个深厚的基础 有两个最深厚的基础 第一个是儒家的基础 儒家教我们 这种五轮 教我们一个做人的道理 教我们这个待人出世 这种道理 这个就是佛教所说的人圣 仁义理智性 这等于佛教所说的物界 但基础 铺得非常好 从孔子出现 来到公元67年 那个是汉平帝 永平 这个九年的时候 正好七年 正好有五百年左右 有五百年历史 这五百年 儒家的思想 替佛教 打好了最好的基础 因为佛教 早上我介绍过 佛陀教我们怎么生活 怎么生活 怎么做好人 怎么生活呢 这个就是孔子所打下的基础 这就是沙子的 这是沙子 小溪 抓得好 你没说到 这个是沙子的 这个是沙子对 心准备 是沙子的 这是沙子的 就是沙子的